第1421章狂东冰窟,狂东战城,位于镇天国极北部,在镇天国的疆域中,是大战城的北陵战城虽是带一个北字,但是,就地理位置而言,北陵战城只是在镇天国的西北位置。 若说正北方,则是狂东战城,狂东战城所在的地域,中年覆盖冰雪,其狂东主城更是一座冰雪之城。 清晨,狂东主城的街道上很热闹,人潮汐嚷,车水马龙,很是繁盛。 这里就是狂东主城马,并不寒冷啊,古山西有些诧异的问道,街头,秦末一行混击在人潮中,他们都进行了卫装,掩盖了真面目。 从边境回来,胡三爷等就从登座空间中出来,一起同行上路。 现在秦末太惹眼,若是单独行动,很容易引人注目。 反而是一行同伴出现,不会让人联想到秦末身上。 狂东主城的地面,城墙都是由暖阳炎铸成,看起来像是冰岩,实则并非如此。 这种岩石能够散发热气,并且,能够吸收阳光,在夜间释放出温度,秦末为古山西解惑。 对于狂东战城,他是相当了解的,前世曾在这里逗留过数个年头。 整座狂东主城一片雪白,看起来是冰岩筑城,实则在城中感觉很温暖,如暮春风一样,都是暖阳炎的作用。 这一次返回镇天国,秦末要在其余九大战城的核心地脉上,布置地脉大镇,形成覆盖整个镇天国的大型古镇。 这样的手段是为了防患未然,若是未来爆发大战,镇天国也能凭借大镇信念云南。 说到底,秦末出身自镇天国,前世这片故土陷入漫天战火中,今生他既有实力,自是想保全这片故土。 镇天国十大战城中,狂东战城能排入前五,可惜,距离西城太远了点,以后恐怕会成为十大战城的倒数。 银城曼条斯里的说道,这狐狸会这样说,并不是狂东战城会逐渐衰败。 事实上,自从西陵战城兴起,整个镇天国的实力都在不断增强。 只不过,这种实力变强速度,在各个地域并不相同,距离西陵战城越近的区域,自然速度快一点,而离得越远,自然实力变强得越慢。 如今,与西陵战城毗邻的战城中,比如北陵战城,已是隐隐凌驾在镇天国黄兜之上,仅次于西城。 因为在地理位置上,西城与北陵战城最近,在加之两大战城关系一向最好,自使发展迅猛。 而狂东战城的实力变化,不说是其余九大战城中最慢的,也是最慢的之一。 此消彼长,再过十年,狂东战城变成镇天国的垫底战城,这样的情景是可以预期的。 秦末摇了摇头,作为这样形式的始作俑者,他倒是没什么感觉。 在强大的宗门,也会有衰落的一天,何况他与狂东战城之间,也算不上有什么关系。 唯一的关系,或许是当年,在鹰鬼古道上遇到的那个少女,还有曾在东列战城相似的见老人。 咦,胡三爷呢?秦末转头,忽然发现没了胡三爷的身影。 人群中,响起一阵骚动,隐隐传来孩童的哭闹声,似是丢失了什么好吃的零食。 这时,胡三爷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披着一顶斗篷,遮蔽了面容。 但是,秦末等确实看到,这老头正在吃着一根冰花样的糖串。 这个老家伙,秦末等脸色发黑,这老家伙太没脸没皮了,连小孩子的零食都偷骗,时事齿于为伍。 胡三爷,你好歹也是一代高人,这样做也太无耻了。 古山七称目,对于这老头的一丝敬仰荡然无存。 你不懂,这是人生的一大乐趣。 胡三爷这般回应,毫不支持,秦末高矮子已是率先走在前面,不想与这老头扯上关系。 这若是被人发现,历史就会被认为是极端无耻之徒。 狂东冰窟,这是狂东组成一个特殊所在,并不是什么试炼之地,而是整座狂东战城地域的交易中心。 相比聚宝斋等大陆权威商会,狂东冰窟在狂东战城地域,确实丝毫不逊色。 在狂东冰窟,不时会有各种规模的拍卖会,也能在这里买卖各种情报、黑货等等,乃是无数强者喜欢出入的地方。 相比之下,聚宝斋在狂东组成,反而没什么竞争力。 就其原因,是因为狂东战城在建城之初,必处苦寒之所,聚宝斋虽在这里设有粪店,却也并不怎么重视这里,在粪店中存放的宝物也不多,前来交易的强者就更少了。 第一代的狂东城主很英明,就开设了狂东冰窟,不时取出狂东组成特有的宝物拍卖,用来吸引外界的强者。 久而久之,当狂东冰窟享有盛名之时,聚宝斋想在这里拓展生意,确实有些晚了。 狂东冰窟中,一座大殿中,聚集了众多强者,正在等待大型拍卖会的开始。 老师,这一次咱们准备的真元石,能够拍下那件东西吗? 座位上,一个披着雪白斗篷的少女,正在询问身边的老者。 这少女极是美丽,肌肤如雪,眉目如画,却是骨子里散发着冰朗,引来四周许多年轻强者的注视。 旁边,一位虚法敬辉的老者微微摇头,低声道,若是消息不走漏,十有八九能拿下,现在真不好说。 家中那群混蛋,老爷子若是有什么意外,世家从此没落。 看他们还笑得出来,少女被齿暗咬,美眸略过寒芒。 挥发老者轻声叹息,又道,这你就想错了,今时不同往日,若是在以前,是老哥不幸逝去。 你们世家真的会一蹶不振,现在是截然不同。 如今的镇天国各大势力兴起,你那些叔叔伯伯们,若是有人靠上一个三品宗门,世家只会比以前更兴盛,只不过,从此就沦为其他势力的附庸。 现在的镇天国,天静强者已经不是顶层存在,就算是武王也不是巅峰存在。 西边的一些宗门,已是有强者跻身圣境了,就算是气血衰败的魏武圣,也足以灭掉一个世家,挥发老者很是感慨。 现在,在促年前,何曾想过有这样的光景,整个镇天国各大势力飞速兴盛,天静强者虽然称得上是大高手,却早算不得镇天国的风云强者。 促成这样形式的,正是当初,在鬼物海上遇到的那个少年。 想即在西城,那少年为其出手,根治自身暗兵之涝的寒毒,挥发老者怎么也想不到,不足十年的时间,这少年已是成为整个大陆的风云强者。 据边境传来的消息,那人以一己之力,斩杀天宗数位武尊,估计不出一假死,就会冲击无主之境。 继身当时最强者之列,那人的同门,据说是妖狐一族的天骄,师从一大师。 未来不出意外,恐是师徒三无主的局面,整个镇天国的形势都是尖如磐石了,听着挥发老者的低语。 如宾少女一言不发,她的神情有些恍惚,比起师父的情报,她知晓的实则更多。 据传闻,那人的表妹,还是古兽皇族的第一天才,也是未来称尊问主的绝艳奇才。 少女脑海中,不由想到当初在鬼物港口,那个少年为了买一点物品,都讨价还价半天的情景。 她现在,还是像以前那样嘛,为了买一点材料,还会讨价还价半天。 少女红唇为翘,回忆这些往事,不知为何,郁杰的心绪开怀了不少。 或许,能知晓那样绝艳人物的往事,让少女有种莫名的满足。 第一四二二张八尺灵惨叶,狂东洞窟的大殿中,众多强者齐聚一堂,等待拍卖会的正式开始,四周议论声不断,气氛很热烈。 这一次的拍卖会,称得上这一年最盛大的一场,吸引了许多其他战场的强者前来。 听说有天极下街的绝学拍卖,可真是不得了,有什么不得了的,这样规格的拍卖会,以后只会越来越多。 不仅有天极下街的密集拍卖,还有天极材料拍卖,也难怪其他战场的宗门会赶来。 人群议论纷纷,说起种种拍卖品,都是很兴奋。 曾几何时,天极宝物天极密集在镇天国,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宝,任何一件出事,都会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而天极宝物的拍卖,一般都是在一方大域级别的交易型举行,镇天国那里有资格举办。 可是现在,单是今年,狂东洞窟中拍卖的天极宝物,就已超过十件,其他战程就不用说了。 这样的盛况,也是镇天国开始崛起的标志,有人预测在过一甲子,镇天国就能成为大陆的一大王朝。 当然,与其他王朝不同,在镇天国中是西城说了算。 呵呵,这不是童童吗?来拍卖八尺灵惨叶,一道信念的声音响起,传入少女耳中,在少女身后不远处的座位上,一个华福青年端座,怀中抱着一名衣着曝露的燕女,正注视过来,放肆打亮着少女的郊区。 这个阴魂不散的混蛋,少女不用回头,就知道说话的是谁,这青年袁成荣所在的原家,这一年已向少女所在的家族,提亲不下十次,几乎是每个月一次,都被少女断然拒绝。 小童,不用理会,挥发老者低声道,我才不会理会,原家可真是一个爆发户,这般招摇,这袁成荣如此作态,还想向家里提亲。 少女冷恒一声,眼角余光瞅着青年怀中的燕女,谋中闪波一丝杀意。 以前在狂东战城,原家仅是一个六品势力,却因靠上了西域一个三品宗门,历史水涨船高,短短促年,已是隐隐赶上少女所在的世家。 见少女毫不理睬,原成荣双目眯起,冷笑道,童童,我原家提亲这么多次,诚意可谓满满。 你若是还不答应,这次拍卖的八尺零惨叶,你就不用想了。 信源的,你什么意思,少女脸色奏变,美眸寒煞,冷冷凳事过去。 没什么意思,即使拍卖会,大家就比拼一下财力。 看看你能不能拼得过我。 原成荣笑了笑,很是随意地说道,少女脸色冰朗,是家老爷子在狂东战城极具威望,其他势力都会卖一个面子,不会与他死磕。 但是,原家则不同,仗着背靠三品势力,有恃无恐。 童童,我对你是真心的,好好考虑一下。 若是你同意,八尺零惨叶就作为聘礼,我会亲自送到世家。 原成荣平静地笑着,仿佛这件拍卖品已是他的囊中之物。 此周,在座的人们都看过来,许多人暗中摇头, 他们知晓是家老爷子早年伤势发作,需要八尺零惨叶这种稀释宝物来疗伤。 若是少女参加拍卖,在座的许多强者与世家都有来往,自是不会参与竞拍。 但是,原家这么横插一杠子,周围众人只能坐闭上官,谁也不愿与如今的原家交悟。 此时,拍卖会正式开始,狂东洞窟的主持者已然站在台上,准备宣布开始。 在座人群皆是坐职身躯,准备投入激烈的写评中,为了这一次的拍卖会, 许多人都是揣足了真原石而来。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狂咚咚哭一个直视快不敢来, 与拍卖主持者耳语一番,后者一听,顿时露出震撼之色,有些不知所措。 正在众人诧异之时,大殿门口走进几个身影, 其中一个身影随后一抛,一个巨大沉重的箱子飞起,落在台前, 却是没有发出一丝声息。 诸位,有贵客前来,此次拍卖会所有的材料,都被几位贵客买下了。 所有材料的成交界,比预期的最高界高三成。 主持者一脸干笑,宣布这个令人震动的消息。 这,有没有搞错,在座人群皆是怒容满面, 这几个是什么人,懂不懂规矩。 赶在拍卖会上来包园,这时,已有执事上前, 打开那个沉重巨大的箱子, 顿时,一片炫目光辉冲起,周围响起一片惊呼声。 上品真元节金币,足足一箱的真元节金币, 如今镇天国的强者们,见识比以往增长了许多, 在座不少人都认出了这是什么, 也自是知晓真元节金币的稀罕。 这种真元节金币,哪怕是在古幽大陆上, 也是极其稀少,虽然说是一种通货, 但是,根本没有多少人手中拥有真元节金币。 事实上,即便是上品真元时, 大宗们也不愿拿出来。 真元节金币,与其说是一种通用货币, 不如说是一种珍贵的收藏品, 其价值远远超过等额的真元时兑换。 这样一箱的上品真元节金币, 其实拿来当压轴的拍卖品, 都会有无粗人愿意花大家钱竞拍。 因为,在无数强者心中, 若能持有一些真元节金币, 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一时间,整个拍卖会场鸦雀无声, 一些明眼人心里通透得很, 能够拿出这么一箱子上品真元节金币, 这几个贵客的身份很可能大的吓人。 哼,一声问响, 袁成荣拍案而起, 冷笑道, 你们几个外来者, 仗着有些家底, 就想来我们狂东洞窟包园。 你们算什么东西, 有问过我袁家吗? 袁成荣此刻非常愤怒, 他对世家少女垂涎已久, 好不容易抓住机会, 能逼少女就范, 岂容他人从中作梗。 至于那一箱子的东西, 袁成荣乃是无品家族出身, 又如何认识什么是真元节金币, 只以为是品质极佳的真元石。 正是因此, 袁成荣更觉得愤怒, 敢在狂东煮成, 在他袁家少主面前横插一杠, 绝对要这几个人好看。 那几个身影没有说话, 甚至周围人群感觉, 这几个贵客根本没有看袁成荣一眼。 将材料打包好, 其中一个身影开口, 声音有些低沉, 透着莫名的压迫感。 狂东洞窟的主持者有些为难, 这几个客人来得太突然, 现在与袁家少主争执起来, 时事不太好办。 如今的狂东战成, 就算是率服也要给袁家几分面子, 狂东洞窟自是不愿开罪袁家。 袁成荣一着眼, 冷喝道, 你们几个家伙, 听清楚没有, 事项得快滚蛋。 在狂东城, 就算你是一条龙, 也得给本少爷我盘着, 正说着, 其中一个身影抬手, 屈指一弹, 却是没有一丝进风一出。 然而, 袁成荣整个身躯已是飞了出去, 撞在墙壁上, 直直滑落下来, 后脑勺鲜血狂涌, 拉出一条血痕。 袁家的两名逼近护卫, 则是身体僵直, 连动弹一下也不能, 他们被一股恐怖的气息锁定, 连一根手指头也动弹不得。 轰, 另一个身影身上浮动雾气, 涌起一股可怕至极的气势, 瞬间笼罩整个大殿, 如同一座巨月压顶, 悬头三尺, 随时可能砸落下来。 那时钢雾, 在座一名狂东城民宿看着那雾气, 声音颤抖, 如同见了鬼一样。 传闻中, 凝聚钢雾, 乃是五尊级爵士强者的标志。 第一四二三章就是, 整座大殿很寂静, 所有人都沉默,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认出刚悟的那位武道民宿立刻传音, 告知在座的熟人, 这几个贵客中有五尊强者存在, 并且, 到底是一个, 还是两个, 还不清楚。 人群心中战斗, 一位五尊驾铃狂东主城, 这传出去是震动震天国的大事。 震天国解除封闭状态后, 国内强者们才是了解到, 所谓天静强者在大陆上, 根本算不得是顶级强者, 只能算是一方高手。 五至尊敬, 才是大陆的顶层存在, 斥炸风云, 俯视众生。 一时间, 人群脸色发白, 对于墙外包园之事, 哪里还敢有怨言? 事实上, 许多寄授者还很开心, 他们都不算亏, 还能入手上品真圆结金币。 几位贵客, 你们稍等一下, 我们马上将所有材料都打包好。 要不, 你们到后面歇息一下, 我们狂东洞窟的客房虽然简陋了点, 但住着还算舒适。 拍卖会的主持者是有眼色的, 当即上前, 恭敬行礼, 还试着提出邀请, 希望能与这几位神秘强者拉上关系。 不用, 为首的一个身影白首, 没有再言语, 而是转头看向原家的几个人, 又看了看前排的少女和挥发老者。 顿时, 原家的几个保镖脸色苍白如纸, 扑通贪软在地, 他们如何不明白, 这一次少主是踢到了恐怖的铁板。 不过, 那身影只是扫了一眼, 便收回目光。 反而是身边的一个身影开口, 冷笑道, 一个先天后期都不到的小子, 也敢在外面嚣张狂言, 这样的家族能存活到现在, 还真是一个奇迹。 原家几个人闻眼, 眼睛奇奇一番, 当场快晕死过去。 这样一位可怕强者说出的话, 若是原家的靠山那个三品宗门知晓, 肯定会断绝与原家的往来, 等于是断了原家的活路。 旁边, 同来的几个身影则是撇头, 暗道若说嚣张, 谁能比得上这狐狸, 也好意思说别人。 不过, 这狐狸说得也没错, 一个先天奇的家伙, 也敢在外面口放狂言, 被人拍死也是活该。 这几个身影, 正是秦末一行, 本来准备布置大阵, 却发觉很多材料不够。 秦末百宝囊里, 盛放的都是天级以上的材料, 宝物, 那些天级以下的材料 早就不随身攜带了。 现在要布置正法, 却发觉一些中高级材料都没有, 一一购买也太麻烦, 干脆到拍卖会上来包园了。 这种规格拍卖会的东西, 以秦末等的身家, 随便露出来一点, 就足够包园了。 片刻, 所有材料已是打包完毕, 装在一个百宝囊中, 有主使者恭敬献给秦末等。 好, 你们继续吧。 秦末微微汗手, 与同伴们转身离去, 大殿中, 在座人群看着门口, 直至秦末等身影彻底消失, 历史喧闹起来, 轰然一片。 老师, 怎么办? 八赤灵残业也被那几个墙买走了。 少女心急万分, 询问挥发老者, 唉, 挥发老者苦笑, 若是老夫眼里不差, 这几个贵客中, 至少有三个修为在圣境之上, 很可能都是尊级强者。 丫头, 别想与这样的高人交涉, 很可能会丢了性命。 是老哥的病情, 我们另想办法吧。 以眼力而论, 挥发老者生平见过许多超凡强者, 自是能感觉出来, 这五名贵客中, 其中三名的实力是何等可怕。 并且, 另外两名的修为也是看不透, 这样的一行人简直恐怖, 恐怕能轻易覆灭一个四品势力。 要知道, 如今镇天国即便发展迅速, 但是, 抛开西城千元宗坐镇的那位爵士人物, 距离三品势力也有一段距离。 这样一行人, 足以对抗整个镇天国, 但是这个事实, 就让挥发老者叹息摇头。 这样的存在高高在上, 又岂是他们是家能够高攀的? 狂咚咚哭, 秦末一行已是到了大门储, 即将离开。 身后, 破空声响起, 一道身影飞掠而至, 挡在秦末等面前, 赫然是那少女。 扑通, 少女跪倒在地, 笑脸泛白, 道, 几位前辈, 你们买走的材料中, 有一份八痴灵残液是我祖父的救命灵药, 请你们高抬贵手, 将这份灵药转售给我。 有任何条件, 我都愿意答应, 说到此处, 少女美眸运着水雾, 她本是极高傲的性子, 又如何肯对陌生人跪拜? 若是在贫宿, 遇到这样的绝世强者, 她也只会避开, 不会刻意逢迎, 现在, 却是当众跪倒在地, 少女心中不自觉有种悲意。 或许, 越是知晓这世间有多大, 强者有多强, 才会明白自身的渺小, 往昔那自以为是的骄傲, 也只是她的认知太浅薄而已。 小童, 不远处, 挥发老者快不敢来, 连连鞠躬, 抱歉。 几位前辈, 我徒弟太年轻, 不懂事, 冲撞了诸位, 请不要见怪。 我们马上离开, 别急着走啊, 这妞这么水灵, 本大爷倒是很喜欢, 高癌辞两眼放光, 这少女正是她喜欢的那种。 少女脸色泛白, 紧咬背齿, 却是没有抗拒, 若是能救下祖父的性命, 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砰砰, 挫子的后脑骚, 被秦末狐狸狠狠敲了, 一剂, 发出肋骨般的闷响。 别吓坏了人家小女孩, 秦末呵斥一声, 沉吟道, 八尺灵残业麻, 转兽也不是不可以, 正好我们有些饿了, 带我们去这里最好的店家吧。 说着, 看了看少女, 挥发老者, 秦末笑了笑, 有些年头不见, 你这小丫头的脾气倒是收敛不少, 黎先生教导的不错。 刚才在大殿中, 秦末就认出这两人, 算是昔日的旧事, 不过, 论关系也算不上是多首席, 也就不想相见。 林氏, 少女, 挥发老者身躯狂颤, 似是想起了什么, 又惊又喜, 却是不敢相认。 走吧, 秦末挥手示意, 请随再下来, 挥发老者历史躬身, 领着一行人离去。 这情景, 被周围许多人瞧在眼里, 历史议论声叠起, 这几位深不可测的贵客, 近似与世家的小姐, 李先生是旧事, 并且, 还随之一起前往用餐, 这是世家小姐这一脉要翻身的节奏麻。 片刻, 这个消息传遍了狂咚咚哭, 原家少主原成荣刚北就醒, 听到这个消息, 历史伤口崩裂, 后脑勺再次飙穴, 又是晕厥过去。 原成荣虽然见识浅薄, 但也很清楚, 若是世家小姐是一同翻身, 第一个要对付的, 就是他们原家。 之前原家的所作所为, 可是将是小姐的罪狠了。 对于这一切, 秦末等并不知情, 也不会关心, 他们已经来到狂东主城 最大的酒楼。 酒楼的最高一层, 早已清空, 酒楼老板将所有包厢都拆了, 空了一层楼出来, 摆上一张八仙桌, 亲自端茶地水。 秦末也没有隐瞒, 显出真面目, 笑着看向少女, 挥发老者。 真的是你, 少女惊呼一声, 玄机醒悟过来, 连忙请罪, 这少年如今身份太过显赫, 若是在其他场合, 他连同列一席的资格都没有。 都是就是, 不要说这些客套话, 说说怎么回事吧。 秦末说道, 对于世家这少女, 秦末还是有些印象的, 毕竟, 当初他还很弱小时, 在鬼雾海的航程中, 与这少女有过一段交集。 至于黎先生, 其末两次为其拔除岸兵之落, 论关系就更算是熟人了。 第一四二四张封国大镇, 酒桌上, 世家少女, 黎先生很拘谨, 欲言又止。 旁边, 酒楼老板见状, 历史有了主意, 知晓他的机会来了。 这栋酒楼在狂东主城, 也是有数百年历史的老店, 酒楼老板的背景也很熟, 各方势力都会卖一点面子。 但是, 在其末等面前, 酒楼老板不敢有丝毫怠慢, 可谓是恭敬之极。 他消息灵通, 自是清楚这少年是谁, 更清楚这少年在镇天国的地位, 说是镇天国真正的主宰也不畏过。 在这少年面前, 酒楼老板那一点关系, 根本为不足道。 这位先生, 是家的事情, 算是家丑, 是小姐, 黎先生难以启齿, 不如有笔人来说吧。 酒楼老板陪笑道, 对于两个旧式的恭敬, 秦莫有些不习惯, 听酒楼老板如此说, 便点了点头。 事情是这样的, 酒楼老板聊聊几句, 便将是家的事情说清楚。 归根到底, 就是家族内斗, 是家老爷子早年的伤势复发, 是家各知子弟在外找了靠山, 想要将是家瓜分。 而是家少女, 黎先生, 则是属于是老爷子这一只, 并不赞同是家就此分裂。 若能救活是老爷子, 这一切的冲突就会化解。 这么回事, 行墨汉手, 八尺灵残液麻。 其实并不算稀汉, 只是在镇天国比较少而已。 取出一瓶拇指大小的玉瓶, 其中盛装着墨绿晶莹的液体, 呈现一种胶质, 正是八尺灵残液。 对于这种宝物, 行墨等字是看不上, 若是一只八尺灵残, 它们倒还有点兴趣。 这种灵残算是天极灵虫, 但是, 分泌的灵液却算不上天极, 只能算地极上阶的灵液。 不过, 八尺灵残产自冬域, 在镇天国内时是太罕见了, 拿出去售卖倒是值得天极宝物的价格。 秦莫略一沉吟, 开口道, 我与你俩也算就是, 这瓶八尺灵残液就拿去吧, 就按照拍卖戒。 那些真元时送去千元宗, 冲作宗门库存, 就说是我说的。 世家少女, 黎先生一愣, 玄机反应过来, 大喜过望, 连连败谢。 两人自是明白, 秦莫是让他们与千元宗拉上关系, 如此一来, 便足以振折世家那些子弟。 黎先生若是无事, 给我当一下向导吧。 秦莫起身, 准备离开, 黎先生连忙站起, 他年老曾经, 心里清楚这少年说是要一个向导, 恐怕是有事要他去办。 九楼老板鞠躬恭送, 却是不敢挽留, 直至秦莫等离开, 九楼老板长舒一口气, 喃喃自语, 想不到这个主真如传说中那般年轻, 是小姐, 恭喜。 世家少女紧攥着小玉瓶, 苦笑摇头, 这幸运来得如此突然, 时事让他猝不及防, 心中更是百味沉杂, 也不知是什么滋味。 从九楼中出来, 由黎先生当向导, 秦莫等寻找城中地脉汇聚之处, 迎成历史着手布置古镇。 旁边, 黎先生无比震撼, 但是迎成玄奥无比的结镇手法, 就是闻所未闻, 他想到了秦莫的同门, 也不知这神秘强者是不是传说中妖族的那位爵士奇才。 近期内, 不要远行, 待在狂东主城, 比较安全。 秦莫告诫道, 黎先生心头大阵, 连点头称是, 当夜, 狂东主城的大阵布置完成, 秦莫等没有停留, 随即离去。 又是十天过去, 秦莫等在剩余的八大战城奔走, 在一个个核心地脉处布置大阵。 关于他的行踪, 道士并未刻意隐瞒, 边境大战刚结束, 他返回镇天国并不奇怪。 何况, 在镇天国境内, 有一名风作镇, 谁也不敢贸然来犯。 现今的各大天宗, 已是知晓整个镇天国, 都可能布置了上古镇法, 一旦由一名风来发动, 那威力恐怕连无主都能镇死。 这段期间, 大陆很平静, 黑燕势力宣布停战, 不断放弃侵占的地狱, 似是体现出极大的诚意。 秦莫很乐见这样的局面, 也很清楚, 各大天宗准备探幕, 恐怕要准备相当一段时间。 那座古墓说是万年, 实则谁又说得清楚, 一万年也是万年, 十万年也是万年, 究竟是哪一纪元建成的, 还真不好说。 胡三爷说出这个秘密, 这座古墓很可能葬有数个时代的超着存在, 这是他从盗取的宝物中推测出来的。 秦莫摇头叹息, 对于那座万年古墓, 想必古镇坛主会清除很多秘密, 可惜, 这位师长就那般逝去了。 第十天的深夜, 东列主城, 秦莫从剧城中出来, 回头看向城墙上, 那里有一抹烟红的倩影, 助力在那里, 似是在目送他离去。 在东列主城中, 秦莫刻意多逗留了一天, 与昔日的一些故人相聚。 不过, 这一席红衣的女子却是执意不见他, 只是书信往来, 请教他五学心的。 哼哼, 你这小子真风流, 是乱中气, 还想得到这美人的原谅。 银城激凤挖苦, 秦莫脸色发黑, 这狐狸越来越会无中生有了, 他与燕红灵之间, 哪里有私情。 当初代表千元宗, 来东列战城参加英准比试大会, 他在燕红灵帮助下, 躲开了鸾黄一末的强者追杀, 也在他的相助下, 修为更进一步。 燕级当时种种相助, 秦莫很是感激, 这一次来到东列战城, 却不了燕红灵却聚而不见。 秦莫对此也不勉强, 他知晓燕红灵即是骄傲, 促年时间, 他修为一路窜生, 已是到了盛境巅峰, 而他却滞留在王者境出席, 难以突破。 以红衣女子的骄傲性子, 自是不愿相见, 只肯书信往来, 秦莫也只能苦笑以对。 希望未来的三十年, 他能成功突破到盛境吧, 秦莫叹息。 燕红灵的资质很不凡, 在前世更是名动东城, 今生他能获得的机缘更多, 冲击盛境是有很大把握的。 朝着城墙方向, 秦莫点了点头, 与一行同伴转身离去。 这个小子, 我不见你, 你就不会偷溜进我的住处吗? 亏你已是当时的爵士强者, 一点男儿气概都没有, 城墙上, 燕红灵恨恨嘀咕, 却是叹息一声, 有些悔意。 近日一别, 也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第二天, 秦莫等已是返回西城, 进入冰雁峰后山, 将在九大战城布置大镇的事情, 告知一鸣风知晓。 持城古镇连为一体, 能够布置成曾经古老皇朝的护城大镇, 足以镇杀五主及盖世强者, 来多少都能镇杀。 一鸣风点头, 语出惊人, 使大战城的上古大镇脱胎于古镇坛主, 又经由一鸣风改进。 这样的超级连环大镇, 其威力之强, 超乎想象。 并且, 这种超级大镇由一鸣风发动, 能够发挥全部威力, 若是威力汇聚, 在一个局限的范围内, 能够瞬间抹杀五主及强者。 现在的镇天国境内, 可谓是固若金汤, 除非整个大陆全部沦陷, 否则, 谁来谁死。 秦末等择舌不已, 义师越发深不可测了, 似乎在冰雁风隐居期间, 义师的镇道造意不断精进, 已是到了难以测度的境界。 你们俩的静静, 为师也不需要考笑了, 休息一天, 就前往北域吧。 义明风这般说着, 说起北域的那座大墓, 他在里面自葬了数百年, 对于那里有相当的了解。 那座古墓隐藏巨大的秘密, 恐怖危险和金石宝物并存, 说起在古墓中自葬的岁月, 义明风觉得自身硬是真死了, 却又不知为何能够复活。 也可能, 自身上存一口元气, 被古墓中的力量滋养, 最终复活了过来。 在自葬期间, 义明风的感知很奇怪, 能够感应到古墓深处的一些情景, 虽然很模糊, 却又记忆深刻, 这样矛盾的感觉实在怪异。 被秦末等救活后, 义明风每每想及自葬时的感应, 都很疑惑, 以为是一众梦境。 这段期间, 他修为精进, 体悟到许多, 才是明白过来, 那并非是梦境。 若是那座古墓分成促葛区域, 很可能每一个区域, 都埋藏着一个辉煌时代的皇朝。 那是古皇朝的大陆陵墓, 一名风雨出惊人。 第1425章大陆陵墓, 大陆陵墓, 秦末等震撼莫名, 包括胡三爷也是瞠目结舌, 他们倒是听说过大陆陵墓, 确实觉得这是以俄传俄的传说。 传说中, 古幽大陆的某处, 埋藏着无数皇朝的灵寝, 每一个强盛无比的皇朝, 都会将陵墓设在那里。 对于这样的传说, 秦末前世就听说过, 压根都不相信。 斥问, 那一个皇朝会那么蠢, 将本皇朝的陵墓设在另一个皇朝陵墓旁边? 若是凑巧也还说得过去, 若是每一个强盛皇朝的陵墓, 都建设在那里, 那就太扯了。 义鸣峰也是不幸, 但是, 自葬期间的感应, 却告诉他那里就是大陆陵墓。 这其实是好事, 胡三爷咧嘴笑着, 露出一口焦黄牙, 若真是大陆陵墓, 会在里面发掘到更大的机缘。 莫小哥的剑魂, 斗战圣体的完善, 说不定能在那里找到机缘。 秦末怦然心动, 胡三爷说得没有错, 无论是开天剑魂, 还是斗战圣体, 或是分身术的有关典籍, 若能在那座古墓中寻到机缘, 他将迈向至强之路。 你们比其他人有优势, 带上这个, 义鸣峰取出一张残涂, 那是他得到的古墓地图的一部分。 若能摧毁明日宝盒, 断了那个存在的复活机缘, 九大鬼主就算再翻风浪, 大陆也不会有太大威胁。 义鸣峰这般吩咐, 交代完一切, 秦末等在后山逗留了两天, 享受难得的安闲时光。 夜泡温泉, 聆听山峰呼啸, 铁柳树林确实温稀如春, 这样的滋味, 让秦末很怀念, 这是他曾经追求的日子。 阁楼中, 阮翼哥依然躺在里面, 肌肤温润如玉, 释放这勃勃生机, 却始终没有醒来。 唯一变化的, 则是阮翼哥的头发, 已是长达十多米, 非发如铺, 有着金铁般的质地。 秦末如今也是五道有成, 推断出阮峰主的那门奇功是炼成了, 可惜, 功法有很大缺陷, 才使得他昏睡不醒。 这小家伙是不愿醒来, 易鸣峰这般说道, 凭他的智慧, 已是洞彻阮一个为何能炼成这门残缺奇功。 秦末无言, 他也知晓一些经过, 但是, 从私心上, 他还是希望这位师长能够醒来。 等到大陆真正平定, 再考虑这小家伙的事情吧, 你若将来问鼎主径, 五道大成, 应该能找到办法。 易鸣峰摇了摇头, 转身离去, 一天后, 秦末等悄然离开冰雁峰。 北域, 北韩盛城, 那座古老大幕依然在镇城区域, 但是, 镇城却以烟消云散, 成为一个过去的名词。 倒不是说镇城被毁灭了, 而是整个镇城的势力, 人群都牵走了。 多年前, 易鸣峰从万年古墓中出世, 狠狠打压了镇城的镇道世家的气焰。 随着易鸣峰, 秦末的威名越来越盛, 镇道世家的日子也越发不好过, 北域各大势力也与镇城势力保持距离, 甚至划清界限。 之后, 关于万年古墓的传闻越来越多, 大陆有爵士强者听闻, 易大师曾在此出没, 也都动了心思, 不时有强者前来探索大幕。 当然, 既是来镇城, 一些强者自是不会对各大镇道世家有好感, 有人自是想卖好易大师, 请莫, 就会顺手训斥一下。 于是乎, 镇城的日子就越发难过了, 城中居民岌岌可危, 担心若是遇到某些兄弟的爵士强者, 会不会直接将整个镇城给图了。 而后, 镇城的居民就开始纷纷离开, 只剩下镇道世家等势力, 而曾经来此购买镇气的各方势力, 也是不愿来此。 由此, 镇城的梅落就可以预见, 短短一年, 变成了一座空城, 彻底荒废了。 这几天, 镇城倒是再次热闹起来, 各方势力的强者云集, 汇聚在万年大幕周围。 其中有当时的各大天宗, 也有五大狱的霸主级势力, 还有妖族、古族、 古兽皇族等外族的身影。 这么大的动静, 自是瞒不过北韩盛城的各方势力, 不过, 盛城的各个势力却是不敢过问此地之事。 要知道, 来此的势力至少都是霸主级, 且是霸主级势力中最顶尖的那种, 随便一个势力站出来, 就足以抹平北韩盛城的所有势力。 其中, 有人还发现有不知名的势力前来, 皆是进行了卫装, 来历神秘。 有天宗强者出手探查, 竟是查不出深浅, 令得各方势力震动, 猜测是一些隐世的古老家族出世。 这座古墓不是万年前的大幕吗? 竟能引动如此多的庞大势力前来, 嘿, 万年前, 一万年也是万年前, 十万年也是万年前, 能引动天宗派出强大的队伍, 至少是十万年前的大幕, 涉及到中古以前的时代, 大陆各方皆是主墓, 许多人已是猜出, 这座大幕绝不简单, 肯定不是万年前的古墓, 其中必定隐藏金石的宝物。 能让天宗, 妖族这样的庞大势力兴师动众, 那会埋藏怎样的宝物, 怎样的机缘? 无数人掩热不已, 恨不得削尖脑袋, 钻进这里探幕。 但是, 也只是想想而已, 没有天宗级别的底蕴, 敢来此的都是找死。 龙蛇混杂啊, 情墨一行出现在阵城外, 远看着作废城上空, 涌动浩荡气息, 一道道气机如龙四胶, 盘踞在一起, 单是远观, 都是令人心惊肉跳。 若是传说层次以下的舞者来此, 单是观看这样的气象, 都会承受不住, 吐血重伤。 各大势力的队伍, 都有武尊后期的爵士强者领队, 还真是下血本啊。 进入这样的大幕, 就算是有残徒在手, 也是九死一生。 胡三也俯着山羊胡子, 感叹道, 对于这座古墓的凶险, 各大天宗心中都有数, 别说是武尊强者, 就算是武主及盖世强者深入, 也不敢说全身而退。 这些队伍深入大幕, 肯定会有伤亡, 武尊强者陨落也是无法避免的。 对于天宗来说, 折损一名武尊, 也是会肉痛的, 何况是武尊后期的爵士高手, 那可是有望冲击武主的存在。 武尊后期, 这只是明面上的, 恐怕半部武主的存在都有。 秦末说道, 不久前, 他接到青莲山的传训, 让他在西城努力修炼, 这一次青莲山主山出动了一名半部武主, 是要夺得京士机缘。 若是这样的机缘对秦末有用, 第一个考虑的便是他, 这也是青莲山的示好, 表示对他的重视。 即使青莲山都如此做, 其他各大势力也一定会如此做, 甚至可能会有更可怕的杀手锏。 银成一着眼睛, 端详着城中的情形, 而后说道, 就算是武主来又如何? 咱们进入古墓是探宝的, 又不是争强都狠的, 再说了, 若说对这座古墓的了解, 有谁能比得上咱们吗? 秦末点头, 这正是他们一行的底气所在, 对极, 对极, 其实, 小老人还知道一条密道, 能够绕过大墓的外围, 先一步深入进去。 胡三爷连赞同, 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这老家伙, 还真会藏着掖着, 一行同伴按骂, 正在这时, 古山西手中的玉魂湖却是转动起来, 湖嘴指向一个方向, 其中有灰光喷勃, 这是, 那的位置有我那的地方的宝物, 古山西惊恶道, 秦末等一惊, 随即欣喜不已, 难道说玉魂湖对明日宝和有感应, 那就再好不过了, 等于是他们占尽了先机。 不是, 古山西却是摇头, 给同伴们泼凉水, 明日宝和是大陆级的至宝, 远高于玉魂湖, 是无法感应到的。 那个方向的古墓中, 应该有与玉魂湖同级同源的宝物存在。 秦末略一成营, 就算不是明日宝和, 那个位置有那个地方的宝物, 明日宝和存在的几率也最大。 进去那里深入探索, 其余同伴也是点头, 认同秦末的建议。 第一四二六张镇壁古道, 废弃的镇城中, 不仅涌动无数奇迹的景象, 四周的地脉也是沸腾, 璀璨发光, 升腾无边的霞光。 大陆各大顶级势力的汇聚, 在此布置大镇, 引动了地脉的急剧流动, 使得整个城池都笼罩在一片光云之中。 北韩盛城各处, 都能看到这样的奇观, 无数人既是惊叹, 也是无奈, 这座万年古墓在北域如此长时间, 却是难有谁知晓, 这座大墓竟是如此惊人, 能引动各大天宗势力来探墓。 许多人心里酸酸的, 若是早一点知道大墓如此不凡, 就算是久死一生, 也要进去一探。 由此, 北域的许多势力又恨上了正成的正道世家, 若非这些家族占据那里, 刻意隐瞒了这座古墓的许多东西, 恐怕早有人发现大墓的不凡。 迁移的正道世家门人之情, 都是叫苦不已, 无比委屈, 他们哪里刻意隐瞒。 这座万年古墓何等凶险, 曾经就算开启, 都需要众多势力联手, 且要寻找到正道大宗师出手。 这样的古墓, 对于北韩盛城九城九的宗门来说, 何止是久死一生, 根本是十死无生。 关于正道世家的委屈, 北韩盛城的本土势力是不在意的, 这样一座金氏大墓中的机缘, 就这样与之擦肩而过, 想想都让人心碎。 不过, 北韩盛城的本土势力也只能想想, 真要进入废弃的镇城区域, 立刻就会被天宗籍势力呵斥返回。 如今的镇城区域, 方圆五百里之内, 都落入各大天宗籍势力的监控之下, 想要无声无息的潜入, 根本是不可能的。 当然, 事实总有例外, 行莫一行同伴已经在镇城的地下通道中。 镇城的地下, 地脉镇文交织成一张巨网, 将这片城区包裹得严严实实。 却是谁也不知道, 在这张巨网之中, 有一条通道存在。 这条通道, 并非是挖掘出来的, 以天宗的探查手段, 挖掘出的地下通道早就曝光了。 这条通道, 乃是由地脉镇文构筑而成, 如同一条晶体构筑的通道。 这条通道是天然形成的吗? 台式人为铸城, 银城环顾四周, 很是镇晶, 若是这条通道是认为铸城, 这样的手笔则是太惊人。 镇城地下的镇文非常复杂, 许多是后世镇道师布置, 毕竟, 这座城池曾是北日的镇道师中心, 出现过众多的镇道大宗师。 但是, 这些镇文其实算不了什么, 真正可怕的是早已存在的上古镇文。 想在这样复杂斑驳的镇文中, 构筑一条地下通道, 由地气镇文形成通道之壁, 这样的手段实事堪称京市, 就算是一名封也未必有这样的手段。 会不会是古镇坛主老师的手笔? 高矮子这般问道, 这位师长曾交手挫则八级列空拳, 让高矮子很尊敬, 他一直想给这位师长立一座衣冠种。 秦莫摇头否定, 构筑这条通道墙壁的布阵手法, 乃是文所未闻, 且非常古老, 不是出自古镇坛主前辈之手。 胡三爷则是承认, 这条通道是记载在一角残途上, 是他第一次探索古墓时发掘到的, 已经被他毁去了。 不过, 以那角残途的年代推测, 恐怕超过十个纪元, 是中古时期的地图。 中古时代, 五道正道, 机关术最兴盛的岁月啊, 胡理感叹, 对那个时代很向往。 传说中, 大陆上各大战体消逝, 大陆陷入一片黑暗岁月, 没有了传说战体的金氏战力, 各大族都要面对覆灭的危险。 随后, 则是中古时代的欣喜, 正道机关术不断被推演出新, 五道也随之受益, 迎来了一个鼎盛而漫长的岁月。 其实, 这不仅是通道那么简单, 胡三爷笑了起来, 很神秘。 随即, 他按动通道壁, 用了几个奇怪的手势, 而后, 便有声音徐徐传来, 如在耳边回荡。 这通道壁中有回音正文, 银城很吃惊, 构筑这条通道的手段时是惊人。 此时, 银银有声音传来, 如虎笑诗吼, 韵着强烈的愤怒。 这是城中的妖族营地, 好像是诗皇族。 秦末聆听了一下, 就是使皇族, 银城冷笑, 而后脸色一变, 这似乎是在说他的事情。 地面上, 一个声音咆哮响起, 这一次探索大幕, 我诗皇族若能发掘到金氏机缘, 成为真正的妖族第一, 必定铲除狐族, 男狐妖犬杀完, 女狐妖犬圈养起来, 还有那个小狐狸崽子, 本作要将他的八条尾巴, 一条条拔下来, 当毛测的地毯, 开口说话的, 无疑是诗皇族的一名武尊, 其声音阵的地下阵纹战动, 地气也随之流速加剧。 哼哼, 使皇族还真是异想天开, 想把本胡大人为尾巴, 做茅厕的地毯。 银城咧嘴一笑, 森寒无比, 这是他要暴怒的前奏。 秦末等赶忙按住狐狸, 任凭他暴跳如雷, 也不能让他冲动, 否则, 他们这次的大幕之行就泡汤了。 秦末高矮子死拖着狐狸的, 前爪, 将他生生拽走了, 继续前行。 不过, 通道壁的回音阵文确实没有关闭, 各大天宗及势力的交谈, 会在无意中透露很多秘密。 其中, 秦末等就听到几个神秘势力的强者交谈, 这些神秘势力似是影视漫长岁月, 比顿时天宗还要古老。 这些神秘势力的目的, 与其他天宗及势力并不同, 似是要找回各自势力先辈的宝物。 可惜, 这些神秘势力的强者们太谨慎, 一旦涉及到重要的秘密, 都是以传音交谈, 让秦末等难以听到太多。 又走了一段路, 又是有声音传来, 其声如今时, 透着莫名的音朗, 摧毁边境那处黑焰玉地的力量中, 其中冲天的全境中蕴含可怕的龙力, 本座怀疑是荒龙族的那小子。 这个声音开口, 阴冷中透着无边的杀意, 荒龙族的那个小涅絮命还真硬, 竟能挣脱灭龙咒的力量, 若是真是那小涅絮, 可不能让其成长下去。 另一个声音响起, 是一个女子, 嗓音很动人, 但是, 说的话语却没有一点动人之处。 若找到那小涅絮, 当场震杀, 本座正好需要一条龙巾来铸造神器, 那的阴冷声音又道。 咯吱咯吱, 高矮子在磨牙, 双眉立起, 面目睁獰扭曲, 低吼一声, 就要破壁杀到地面上去。 咚咚, 秦莫, 狐狸各自锤子狠狠地一拳头, 将这挫子砸晕在地, 一人一胡很清楚这矮子的脾气, 若是暴怒起来, 就会失去理智, 劝是劝不住的。 这一次, 则由秦莫背着高矮子, 继续朝通道中前行。 又走了一段路, 又是一个声音响起, 却是很熟悉, 正是安家一名武尊的低沉声音。 秦莫记忆极佳, 可谓是过目不忘, 自是记得三宗盛会上, 站在安家老祖身边的一个中年武尊, 叫做安耀凡, 乃是安家上一辈的第一奇才。 此次探幕结束后, 抹杀秦莫此子的计划, 必须立刻提上日程。 不能再拖了, 安耀凡缓缓说道, 不错, 我等纵容此子猖狂太久了, 这样一个心腹大患, 早该不计一切抹杀。 另一个声音响起, 却是很陌生, 武大武尊既是失守, 那就请出武主大人好了, 相信想要这小崽子性命的武主, 至少也超过十位。 安耀凡淡淡开口, 似是已将秦莫的性命握在手中, 只要轻轻一捏, 就能像捏蚂蚁一样捏死。 通道中, 秦莫脸色发黑, 任谁亲耳听到, 有针对他的绝杀计划在酝酿, 心情都不会好到那里去。 走吧, 咱们先进入大幕中, 给这些家伙一个惊喜。 秦莫很平静, 与同伴们说道, 第一四二七章五扇门户, 这条古老通道尽头, 赫然是五扇门, 其上流经正文交织, 隐隐有古老声音传出, 无比浩荡, 令人震动莫名。 秦莫等很吃惊, 这是上古正文交织而成的门户, 乃是一种失传的正文, 早已不存世。 隐承左看看又看看, 很是信仰, 想要从五扇门户中窥及奥妙, 却是无法窥探分毫。 可惜, 构筑这种门户的正文太繁复了, 必须有基础正文才能洞悉其傲益。 狐狸厄婉, 忠实放弃, 狐三爷也很惊异, 受到震动, 他告知几个同伴, 以前来此只有三扇门户是真实的, 其余两扇很模糊, 顿入了某个不知名的空间中, 此次不知为何化石。 嗡嗡嗡, 古山西手中的玉魂狐震动, 狐嘴指向其中一个门户, 灰光涌动, 几乎要喷博而出。 这个门户, 正是狐三爷所说, 以前很模糊的两扇门户之一。 因为玉魂狐的牵引, 这扇门户显实了麻。 秦末等又看向另一扇门户, 毫无疑问, 这一扇门户的显化, 也是因为某种宝物的牵引。 秦末等在猜测, 究竟是哪一方的势力, 掌握了这种宝物? 走吧, 没有停留, 胡三爷施展特殊的手法, 秦末等进入玉魂湖牵引的门户。 通龙, 这是一片荒芜黑暗的地狱, 既没有坟墓, 也看不到海谷, 狂暴的阴风鼓荡, 四周都是雪白的沙漠。 远处的尽头, 迎有雷霆交织, 而后便是轰鸣的雷音传来。 这是万年古墓内部, 是幻阵, 还是一个独立空间, 一支队伍出现, 望着茫茫的雪白沙漠, 不禁是惊异不定。 一道裂痕出现, 又是一支队伍出现, 环视四周, 很警惕, 也很惊异。 片刻, 有十多支队伍相继出现, 既有人族, 也有妖族, 也有神秘势力的队伍。 这些队伍之间相互戒备, 离得很远, 同时, 也在防备意外的危险降临。 停留片刻, 这些队伍便分开, 分别选择不同的方向前进。 其中一支队伍取出机关战车, 启动之后, 在雪白沙漠上飞奔起来, 离第三站, 风驰电车的前行。 这样的奔行, 既能防备突发的危险, 也不会错过可能发现的宝藏。 砰, 杀地中, 突然伸出一只鼓手, 五只只鼓张开, 却是这天蔽日, 附向这些机关战车。 不好, 快跳车, 队伍中强者们脸色大变, 纷纷跳车飞略, 却是只有剩级以上的强者来得及逃脱鼓手的范围。 哼, 这只鼓掌一下子将这些机关战车钻住, 缩回了沙地中。 哼, 如同捏死蚊子的声音, 从沙地下隐隐传出, 鲜血随之涌出, 却立刻被雪白的沙力吸收, 使得那一块的沙地越发雪白。 这雪白沙漠下面有可怕的怪物, 这只队伍的幸存者们脸色极其难看, 刚进入这座大墓中, 就遭遇翻车, 损失惨重, 这让他们难以承受。 远处, 其他队伍的强者看到这一幕, 皆是震撼莫名, 那只鼓手并没有散发鼓足的力量, 却是蕴含着浓烈的死气, 似是王区的骸骨。 并且, 那只鼓手很可怕, 圣经以下的强者都无法幸免, 全部被攥进地下, 生生给捏死了。 小心, 这座大墓确实凶险, 不能大意, 有武尊告诫队伍中的成员, 很快, 深入雪白沙漠的几只队伍, 就发现了沙地下埋藏的一些东西, 竟是成堆成堆的海骨。 一些海骨开始沙化, 产生的就是这种雪白的沙粒, 在沙地深处, 沙粒刚产生时是血红的, 往上层则是红白相间, 到沙地表面则是雪白。 许多强者脸色骤变, 背脊有些发凉, 这时是有些圣人, 沙地下竟埋藏着无尽海骨, 也不知是原先埋在此处, 还是后来的探墓者, 或者, 两种都有。 那股熟痕可能是变异的怪物, 吸收众多强者海骨中的死气和力量而生, 非常可怕, 要千万小心。 此时, 有尊级强者脸色变换, 想到了一些密闻。 这时候, 雪白沙漠深处再次雷霆炸开, 远望过去, 那种雷霆竟也呈雪白一片, 是一种白色雷霆。 这情景, 即便是武尊强者也感到心惊肉跳, 这座大墓中时是诡异, 有着无数的凶险。 砰砰砰, 沙漠深处, 传出阵阵暴裂声, 那里正爆发激烈战斗, 有绝世强者出手, 硬喊沙地下的存在。 无数古鞭狂舞, 席向半空中的一道身影, 古鞭长达千丈, 如一条条古龙狂舞, 释放着漫天的死气。 轰, 神圣光辉爆开, 如一轮太阳冉冉升起, 刹那间将数百条古鞭溶解, 如同烈日之鱼积雪。 沙地下面, 传出阵阵沙哑的低吼, 既是暴怒, 又是忌惮。 最终, 那片区域平静下来, 那如太阳般的身影飞略向前, 与其同伴会合, 如飞而去。 这是禅宗的力量, 绝都成一名武尊精益莫名, 有些不确定, 禅宗功法的力量, 乃是死期的克星, 但是, 大陆西域的禅宗虽然名声远播, 细缺乏天极之上的功法手段。 刚才那身影施展的功法, 分明是一种圣级禅宗功法, 且威力绝伦, 让雪白沙漠下的怪物都感到忌惮。 不过, 这一战倒是启发了其他队伍, 许多强者都有蕴含禅力的宝物, 当即取了出来, 催动宝物, 继续前行。 如此一来, 所经之处, 却是安稳下来。 雪白沙漠深处, 有队伍找到了一处洞窟, 有雪白沙力构筑的洞窟。 洞窟的沙力彻底固化, 门口堆满了海骨, 且骨头在发光, 形成了一条发光的骨路, 一直延伸向洞窟里, 隐隐能听到叮咚叮咚的声音传来, 听着相当悦耳。 这些死者是属于同一宗门, 修炼的功法特殊, 且修为都极其强大, 至少是王者静的修为。 这支队伍的首领陈生开口, 却是有些犹豫, 这条王者海骨之路太诡异, 让他感到很不安。 富贵显中求, 西长老, 里面可能有惊人的宝物。 一个中年强者劝说道, 队伍首领点头, 没有犹豫, 带着队伍中成员走了进去, 一路深入, 倒是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并且, 队伍中中强者还感到很奇怪, 沿途只有一些地级阵法的阻碍, 确实没有凶险的静置存在。 或许, 这洞窟中的凶险静置, 已经被死去的这个宗门强者们破除了。 也不知洞窟中, 还有没有什么医保存在, 或许都被取走了。 队伍中有人开口, 心态有些患得患失, 不过, 他们很快就否定了这个猜测, 在洞窟的深处, 竟是有依据五尊级的遗骸, 还古如刚玉一样, 其中有着丝丝刚径流转。 一位五尊的骸骨, 对于一个宗门很重要, 若非不得已, 是绝不会遗弃在这里的。 曾经的这个宗门强者, 想必是为了破解洞窟中的静置, 折损了数量惊人的强者, 最终功亏一篑, 连一位五尊都隐落在这里, 很可能是全军覆没了。 顿时, 被五尊重强者兴奋起来, 那岂不是说, 他们捡了一个大便宜, 洞窟中很可能没有太大的危险, 最多只剩下最后的几重禁制。 对于天宗级的强者队伍来说, 即便是破解圣级大阵或是机关, 也是有一些把握的。 走, 到最深处看一看, 队伍首领下达命令, 他欣喜不已, 有时运气就是这样, 不耗费太大的力气, 今是机缘就托手而的。 然而, 深入到洞窟最深处, 却是传来着支队五所有人的怒吼声。 洞窟里, 除了满地的海谷之外, 竟是空无一物, 且在空空如也的石台上, 留着一行字, 某年某月某日, 师皇族到此一游。 第一四二八张百口莫辩, 石台上, 还残留着一些液体, 一些发光的粉尘, 以着支队五中强者的眼光, 自是能看出来, 那些液体是宝叶, 那些粉尘似是某种稀式材料上落下来的。 而那一行字, 则是在石台一侧, 字机弯弯曲曲, 看起来像是孩童的鬼画符, 却是很清晰, 显示才可上去不久。 这是准圣级的神药产业, 这粉尘是某种圣级矿石上落下的, 队五中重强者见多事广, 很快辨认出液体, 粉尘是什么样的宝物, 纷纷很声惨叫, 咬牙切齿。 是皇族太可恶, 取走了洞窟中的宝物, 还留着嘲讽后来者, 这种行为真可耻。 队伍的首领寒生开口, 可以想见, 是皇族的队伍发现这些西式之宝后, 都是非常的易, 觉得这事捡到了天大便宜, 便随手刻下了这一行字。 哼哼, 是皇族这群家伙如此嚣张, 就不担心这些宝物烫手吗? 队伍中另一名武尊强者冷笑, 随即, 众强者冷笑连连, 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留字, 这事才已漏白, 只要有机会, 一定不会放过施皇族的队伍。 一群强者又搜索了一遍, 发现这座洞窟原先硬是有不少西式宝物, 却是彻底被清空了, 就是一些海谷上留下的地级宝物, 都被取走了, 留下的痕迹很明显。 施皇族的这群家伙真是一群蝗虫, 这支队伍的强者们恨恨不已, 想到他们仅是迟了一点, 就被施皇族劫足先登, 想想都觉得憋得慌。 既然施皇族的这群家伙如此嚣张, 咱们也碎了他们的心愿。 这支队伍的手领横了一声, 带着一群同伴离去。 不久之后, 来到这片雪白沙漠的许多队伍都知晓, 施皇族的队伍在一处洞窟中, 发现了圣级宝物, 有西式的宝叶, 也有西式的铸器材料。 这些队伍的强者们听闻, 都有些将信将疑, 不过, 确实都有了主意, 若是施皇族的队伍陷入险境, 自是要趁机洗劫一番。 什么, 我们得了圣级宝物, 在一个洞窟中, 施皇族一群强者文言, 都是呆住了, 他们遭到无数骨鞋的围攻, 好不容易杀了出来, 还折损了几名圣级强者, 什么时候发现了圣级宝物? 这事造谣, 有人在算计我们, 施皇族队伍的首领, 施政尊者怒吼, 身上妖气沸腾, 陷入暴怒。 这片雪白沙漠的凶险, 已是给施皇族的队伍造成极大的困扰, 现在又被算计, 让这群妖族皇室怒火冲天。 不过, 施皇族这支队伍很快转目为喜, 他们发现了一处地下洞窟, 乃是彻底由海谷构筑而成, 非常古老。 里面有一宝, 一名施皇族武圣很兴奋, 他拿着一个罗盘, 起上的指针疯狂旋转。 这个罗盘, 乃是施皇族的一宝, 并不是变明方向用的, 而是一个寻宝罗盘, 一旦有珍惜的宝物在附近, 这个罗盘就会有异动。 走, 施争尊者也是露出笑容, 若能发现里面的宝物, 之前的损失就是值得了。 至于被人算计, 那也算不了什么, 毕竟, 真的发现了宝物, 才是最重要的。 凭他们施皇族的强大, 又何惧其他队伍来抢夺? 进入洞窟中, 施皇族的这支队伍很谨慎, 而后他们发现, 沿途并没有什么危险禁止, 这样的经历与之前那支强者队伍很相似。 不过, 施皇族众强者自是不知晓, 之前那支队伍的经历与他们相似, 也是都起了一样侥幸的心思。 片刻后, 当施皇族众强者深入到洞窟最深处, 传出一阵阵狮子的咆哮声, 充满了无比的愤怒。 这座洞窟最深处, 也是空无一物, 彻底被清空了, 唯有茅厕的地上, 铺着一张狮子毛皮。 这张狮子毛皮意义生辉, 毫无疑问是一件宝物, 很可能就是施皇族某位先辈的毛皮, 但是, 在毛皮上却有好几坨风化的粪便。 显然, 这张狮子毛皮放在毛厕里, 就是来当地坛的, 施氏非常奢侈的行为。 施皇族一群强者暴怒了, 这个洞窟的主人竟然拿他们先辈的毛皮, 来当厕所的地坛, 简直最无可述。 施征长老, 这张毛皮要不要收起来, 队伍中一个强者小心问道, 吼, 施征尊者怒吼, 面色猙獰, 却是无可奈何, 只能吩咐同伴将这张毛皮收起。 若让本尊知道, 这洞窟主人的来历, 必定不会放过此聊的这一脉。 施征尊者杀意赤裂, 却又下了言令, 此事绝不能传扬出去, 否则, 他必定将嘴大的家伙碎尸万段。 带着无边怒火, 施皇族这群强者愤怒离去, 他们很想将这座洞窟拆了, 却发现太坚固了, 若是强行毁坏, 很可能会引动附近可怕存在的注意。 然而, 就在施皇族这支队伍离开洞窟不久, 来到这片雪白沙漠的许多队伍就听闻一个消息, 施皇族队伍又发现一个洞窟, 这一次却没那么幸运, 没有什么收获。 不过, 确实收获了施皇族先辈的一张毛皮, 是洞窟毛测中用来当地毯的。 听闻这个消息, 许多队伍的强者们愕然, 皆是捧腹大笑。 施皇族乃是妖族皇室, 千年来日以兴盛, 行事极为霸道。 那洞窟的主人, 竟拨了施皇族强者的毛皮, 用来当毛测的地毯, 这样的品位时势很独特。 许多队伍的强者们在大笑之余, 却也并不在意, 觉得这很可能是以鹅传鹅的谣传。 不过, 随后一个消息, 则是引起了许多强者的注意, 清空那的洞窟的队伍, 十有八九世战天城安家派出的队伍。 安家, 一些队伍在沙漠中遇到安家的强者们, 趁机问及此事, 安家众强者则是回应得很模糊, 模棱两可。 安家果然进入了那座洞窟, 各大队伍的强者们明了, 也没有询问安家有何收获, 不过, 许多强者则是猜测, 安家很可能获得了狮皇族的某件宝物。 我们根本没有寻到任何宝物, 那座洞窟是空的, 除了那张狮子皮。 安家队伍的首领安耀凡开口, 向绝都城的一支队伍述说经历, 想要澄清这件事。 我明白, 反正你们安家与狮皇族之间, 交情也算不错, 当面澄清一下就好了。 绝都城的众强者们笑了笑, 玄疾就在沙漠母处分开。 安耀凡脸色很难看, 他说的是实情, 那座洞窟就是空的, 根本没什么宝物, 除了那张狮子毛皮。 在那座洞窟中, 安家的队伍本来也想将狮子毛皮取走, 转交给狮皇族。 但是, 那毛皮上的不知名排泄物, 则是让安家众强者止步, 联想到一些不好的后果。 若是将这张狮子毛皮交给狮皇族, 被发现毛皮上残留的痕迹, 岂非是很容易引起误会。 还不如干脆不取, 就放在这里。 当时, 安耀凡做出这样的决定, 觉得很正确, 很英明。 现在, 安家这位终生代领军人物后悔了, 早知如此, 该将那张狮子毛皮收起来, 一直封存才对。 此刻, 这样的实话说出去, 又有谁信? 可这真的是大实话, 与此同时, 雪白沙漠的深处, 走在所有强者最前列的一支队伍, 正是秦墨一行。 这六处洞窟的宝物真不错啊, 原来玉魂湖指示的并非是某件宝物, 而是这片海谷沙漠中的各处宝物。 湖三爷咧嘴笑着, 非常开心, 这一趟在雪白沙漠中, 他们这支队伍的收获时是惊人, 都得到了极为重要的宝物。 尤其, 秦墨、 银城还趁此机会, 算计了安家是皇族。 这只是开始, 只要是皇族的队伍里, 没有无主强者存在, 本胡大人一定捏死他们。 银城虽然开口, 杀意必现, 秦墨也是一样的心思, 若是有机会, 他也不会放过安家的队伍, 若能将安药反铲除, 安家必定会痛心到哭泣。 第一四二九章沙漠最深处的密地, 还有本大爷的仇人, 若是遇到他们, 帮忙一起出手, 将他们全部震杀在这里。 高矮子咧嘴, 露出森白的牙齿, 他非常愤怒, 胸中无边杀意被激起。 当初, 他所承受的诅咒很可怕, 乃是一种枯龙咒, 能将他的荒龙族血脉逐渐枯微。 若非是遇到秦墨, 这挫则现在的处境会很凄惨, 甚至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挫子。 关于高矮子此前的遭遇, 他从未提及, 秦墨等也没有追问。 同伴之间就是如此, 不需要刻意深究彼此的过往, 若到了愿意说的时候, 自是会说出来。 好, 我会全力出手, 秦墨肯定点头, 放心, 本胡大人也看那些家伙不痛快, 何使皇族, 银狼族, 还有黑雁势力一切, 通通干掉。 银城说得很霸气, 他也有这样的底气。 妖族的助手诚实一行, 这狐狸也是明白, 与秦墨联手的可怕战力, 只要是无主之下, 凭他们的种种手段, 都足以镇压。 胡三爷连声安慰, 劝说道, 墨小哥, 妖狐大人, 高大爷, 你们都少点杀意。 咱们此行, 首要目的是明日宝盒, 而后是金氏的机缘, 稀释宝物, 最后才是与那些家伙争斗。 不要本末导致啊, 这老头不断提醒, 深恐秦墨三年轻气盛, 被杀意仇恨蒙蔽了双眼, 到时候反而是得不偿失。 那当然, 这群混蛋的狗命 哪里比得上这些宝物? 银橙脸色一变, 取出一颗拳头大小的珠子, 晶莹如玉, 宛如天成, 它的眼神立刻柔和起来, 很是温柔。 这玉珠之中, 银有血丝流转, 散发者若用若无的妖力, 非常纯净, 却也非常晦涩。 这时妖血金珠, 是在沙漠中其中一个洞窟中发现, 对于其他种族来说, 这颗妖血金珠根本没什么用。 但是, 对于银橙来说, 却是他梦寐以求的至宝, 这颗宝珠能够进一步进化他的身躯, 提纯其妖狐血脉, 缩短他真正生成第九尾的时间。 事实上, 对于第九条尾巴的长成, 银橙并不是太有信心, 因为, 这第九条小尾巴长到一小节, 便缓慢了下来。 狐族的九尾妖狐, 乃是一个传说, 象征妖狐族的一种金氏战体, 早已消逝在远古时代。 虽然, 九尾之身与斗战胜体不同, 算不上是真正的传说战体, 但是, 能否真正地长出第九尾, 出现在时间, 还是一个未知数。 有了这颗妖血金珠, 第九尾长成的几率, 就能提升两成以上, 对于银橙来说, 这样的几率可是不得了的。 高矮子获得的宝物, 乃是一小瓶龙血灵液, 确切地说只有几滴而已, 之前硬是满满一瓶, 因为封存的问题, 许多都干涸了, 只剩下几滴。 饶是如此, 在之前的那的洞窟中, 高矮子闻到小瓶中散发的气味, 就惊呼, 我的天哪! 本大爷运气也太好了吧, 确实是运气好。 这种龙血灵液并不是增加修为的宝液, 而是龙族一脉修炼本族绝学时, 突破大城进食, 所需要的一种关键宝液。 有这一小瓶的宝液, 高矮子修炼荒龙族的镇族绝学, 步入大城指日可待。 秦末则是在一个空荡荡的洞窟中, 获得了几块焦黑的木头, 其中隐隐有着剑影之声。 天剑术的树星, 胡三爷见多士广, 认出这几块焦黑木头的来历, 这是了不得的神木, 乃是远古时代的一种西式神术, 天剑术的树星。 在远古时代, 这种神术也是西式宝物, 乃是无数剑道强者梦寐以求的宝贝。 传说, 以天剑术的树星制成的剑柄, 相当于另一把剑, 拥有可怕的威力。 用天剑术的树星, 种住我的配剑, 相信我的实力能够提升一个档次。 秦末难难自语, 有些迫不及待, 随着他的剑技日益精进, 狂越地却剑则是渐渐无法承受开天剑魂之力的贯注。 说到底, 这把配剑虽是准圣剑, 但是, 终究不是真正的圣剑级别。 多次关注剑魂之力后, 剑身内部都出现了一些列文。 与秦末、银城、高矮子相比, 胡三爷古山七则没有收获什么西式之宝, 但是, 他们得到的宝物却是极多, 凡是洞窟中的宝物都给通通搬空了。 尤其是古山七, 竟在几个洞窟中, 发现了好几件奇异的宝物, 乃是那个地方流落出来的。 在古幽大陆的远古时代, 我们那个地方的强者, 会不时来到这里。 后来, 与大陆的通道都关闭了, 只有一些缝隙残留。 古山七说起大陆曾经的秘密, 轰, 正在秦末等美滋滋地翻看宝物时, 前方雪白沙漠刮起飓风, 一股股白色龙圈风旋, 其中央出现一个巨大的沙漠盆壁。 天空中, 不时有白色雷霆闪烁, 恐怖的气息弥漫, 令人心中发寒。 这是白骨沙漠最深处的秘境吗? 秦末很是吃惊, 胡三爷翻看一张残图, 这是从其中一个洞窟中发现的, 绘制了这片雪白沙漠的一些地势。 并提及这片沙漠的名字是白骨沙漠。 以强者骨骸的沙画, 形成的一片诡异沙漠, 也不知存在了多少年, 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的某一个大皇朝。 没错, 胡三爷看着残图, 点头, 就是这里, 白骨沙漠的秘境, 曾经有无促强者来此探索, 不过, 据说这里面最大的秘密一直没有挖掘出来。 残图中提及, 这处秘境并不是一个盆地, 而是一座中古皇朝的遗址, 被无比强大的阵法笼罩, 能否寻的门户进入, 都是一个问题。 呀得, 这座大阵不得了, 大白色雷霆就是大阵的阵文, 迎成一着眼观察, 随即一声惊呼, 受到了惊吓, 以阵文演化真正的雷霆, 那是传说中的阵道境界。 这种阵道层次, 也是义明峰一直追求的境界, 来此之前, 义明峰提及, 他已经触摸到这一层次的门径, 却是想不到, 在久远的中古年代, 已经有阵道大师能够布置金氏大阵, 演化真正的雷霆, 这样的手段若是在现今, 毫无疑问是阵道师魁首。 中古时代, 乃是阵道起源, 传说祖阵之际就是那个年代创造出来的, 布置这样的大阵并不算奇怪。 胡三爷这般嘀咕, 实则也非常震撼, 也很不甘心。 真正演化雷霆的古老大阵, 岂非是难以进入。 银城抓耳挠塞, 也非常不甘愿, 这样一座金氏大阵笼罩的秘境, 里面一定不得了。 就算秘境中被搬空了, 揣摩这座大阵的阵文, 都能让他的阵道精进。 丁, 秦末感到体内某种东西战动, 似是那巨大的盆地中, 有某种东西与他相互呼应。 难道是斗战圣体第八层开启的契机? 秦末一惊, 又有些悚然, 对于斗战圣体第八、 第九层的开启, 他很谨慎, 若是真如传说的那般, 一旦开启第八、第九层, 将会受到祖末的毁灭性打击, 那还是暂时不要开启的好。 随即, 秦末便辨认出来, 这并不是对斗战圣体的召唤, 而是与自身的地脉阵道师体质的呼应。 跟我走, 秦末领着一群同伴, 小心翼翼地靠近, 四周白色雷霆肆虐, 不时有一条条如龙的雷霆轰下, 却是没有打到他们。 你这小子, 真是浪费自身的地脉阵道师天赋。 银城铁嘴, 既是嫉妒, 也是不愤, 显然, 布置这座古老大镇的镇道师, 必是地脉镇道师无疑, 所以, 镇文才会对地脉镇道师的体质无效。 这样的情况, 应该也是一种保护措施, 可以推测在中古时代, 地脉镇道师的体质也非常稀少。 第一次三十章石瓶和草, 鸭的, 本湖大人若是地脉镇道师的体质, 那就逆天了, 将来的镇道造亦能直追中古, 媲美布置此镇的金氏镇道师。 在接近沙漠盆地的路途中, 银城很不愤, 再次发表他的愤慨, 对于秦末地脉镇道师的资质真的很嫉妒。 事实上, 这狐狸虽是雅四必报, 却不是既贤度能之辈, 但是, 他对秦末的看法, 与一名风很相似, 这小子空有地脉镇道师的资质, 却不专注镇道, 实施一种浪费。 比这狐狸少说两句, 让我集中精神。 情莫不斥, 这狐狸也是能唠叨, 吵得他心烦意乱。 通龙, 一道白色雷霆踢下, 就在不远处炸开, 立时将一处沙地踢开一个窟窿, 露出成堆的海骨。 这些海骨其中大部分都很完整, 乃是各族的海骨, 其中有些海骨的形状奇特, 形墨等都没听说过。 那头骨是妖牛异族的吗? 好像不太想, 高矮子看到窟窿中的一个头骨, 惊异一生, 那头骨很巨大, 如依头巨像的头骨相当, 但是, 其头顶上却有一根长脚, 呈现淡淡的银色, 散发着可怕的光芒。 那不是妖牛异族的头骨, 妖牛异族的牛角不会生在头顶正中, 银城也是惊异不定, 身为妖族的一员, 他很清楚各个妖族的特征, 妖牛异族也是妖族的大族群, 并未出现过牛角长在头顶正中间。 这不是古幽大陆的生灵头骨, 胡三爷神情一变, 开口惊呼, 这老头对于古幽大陆的种种生灵, 可谓是非常熟悉, 哪怕是古老年代出现的种族, 都有相当的了解。 这样的广播见闻, 是胡三爷在长期的探幕, 探寻秘境中, 积累出来的见识。 这样的头骨太奇特, 胡三爷确信没有听说过, 也断定不是古幽大陆上的生灵海骨。 这是夜叉, 古山西则是惊呼, 神情有着恐惧, 秦莫等一惊, 连追问, 难道是那个地方的生灵? 古山西脸色很难看, 灰色脸旁有些泛白, 连连摇头, 告知一行同伴, 夜叉并非是那个地方的生灵, 而是其他空间的生灵。 六道轮回, 古幽大陆上, 曾经出现的六道轮回的门户, 传闻通往其他的五个空间, 古山西所来的地方是一个空间, 而夜叉这种生灵, 则属于另一个空间, 也是古山西那的地方的天敌。 秦莫等面面相去, 夜叉的海骨竟会出现在这里, 这让他们联想到很多。 中古时代, 古幽大陆与其他五道的通道, 很可能都是开放的。 只是到后来, 其他五道的门户才关闭, 六道轮回的门户很可能是中古时代, 甚至是后来出现的。 胡三爷低语, 如此猜测, 确实很震撼, 这很可能涉及到一个京士的秘密。 秦莫没有说什么, 继续前行, 他其实很想将夜叉的头骨收起, 但是, 确实不敢妄动。 这座盆地周围的古老大阵, 实则非常危险, 稍有不慎, 就会被白色雷霆劈成飞灰。 能够在这里前行, 实则是依靠地脉震道师的体质。 不久之后, 秦莫等遇到了麻烦, 在一片废墟中, 胡三爷看到一个残破的石瓶, 冲过去拿起来的时候, 被一道白色雷霆轰击, 将一行同伴都卷了进去。 滋滋滋, 秦莫等的模样很凄惨, 被白色雷霆垫的外焦里嫩, 不过, 还好都是外伤, 并没有真的重伤。 古山西最惨, 整条右腿都焦糊了, 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那的地方的生灵, 对于雷霆最是畏惧, 何况白色雷霆非常可怕, 比一般的雷霆威力强盛太多。 你这坑人的老家伙, 就不能消停一点, 看到什么都想带走。 银成怒骂不已, 眼睛却盯着那残破的石瓶。 事实上, 胡三爷若不出手, 他就窜出去, 将这破石瓶拿走了。 让本胡大人鉴定一下, 你这老家伙拿的是什么东西。 这狐狸一脸庄重, 一派鉴定大家的气度, 胡三爷则是攥着破石瓶, 只准狐狸远观, 不准靠近, 免得他抱起抢夺。 你们俩消停点, 不能商议好再出手吗? 秦末则是气得怒骂不已, 差点被这两个贪婪鬼害死。 随即, 秦末看着那个破石瓶, 却是瞧不出端倪, 不明白为何胡三爷狐狸如此的紧。 那很可能是仿制的万药瓶, 高矮子说道, 万药瓶, 曾经是古老妖族的质宝, 据说任何枯死的植物, 只要种在瓶中, 都能够栽活, 是一件无与伦比的宝物。 不过, 真正的万药瓶早就遗失, 便是连仿制的都很少。 毕竟, 想要仿制这种宝物, 实在太难了。 胡三爷手中的破石瓶, 按着老头的话来说, 若是完整, 有真正万药瓶六成的功效, 现在残破了, 大约只有三成。 秦末很震惊, 也很眼热, 哪怕是只有真正万药瓶三成的功效, 也是西式之宝。 莫戈尔, 咱们继续前进吧, 这座中古皇朝遗址里, 一定有更了不得的宝物。 胡三爷两眼发光, 催促道, 顺便将破石瓶收起, 防止狐狸在窥视。 进不去了, 到这里是极限, 秦末叹息, 他们所在的位置, 乃是在盆地的最边缘, 但是, 却是在无法深入, 这座古老大阵的威力太可怕, 稍有不慎就会被轰成飞灰。 事实上, 若非秦末地脉阵道师的体质, 他们根本无法靠近这里, 白色雷霆的威力足以轰杀五尊强者。 若是一师前来, 或许能再深入一些, 不过, 也难以真正进入遗址的最中央位置。 银城低语, 对于这座万年古墓, 秦末一行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却也更加疑惑, 这片雪白沙漠里埋葬着一个中古皇朝的遗址。 一鸣风出世的那片区域, 也埋藏着一个古老皇朝的遗址, 这里难道真是大陆陵墓? 只是, 这又说不通, 如此强盛的皇朝, 为何要将陵墓建在同样的一个地方? 难道说这里有什么惊天的秘密? 秦末等浮想连篇, 却是没有一个答案, 这片废墟中没有明日宝盒, 古山西恢复了不少, 捂着伤腿, 这般说道, 在这附近再搜寻一下, 然后离开, 去另一个门户吧。 秦末做出决定, 在这片废墟中, 秦末一行能够活动的范围很狭窄, 只有直径数百丈, 却也找到了不少好东西。 胡三爷在一个墙角, 挖掘出一根枯草, 看起来捏了, 都快枯死了, 却让这老家伙如获之宝。 其余同伴也知道是好东西, 在这样可怕的区域, 白色雷霆肆虐, 这根枯草还能存活, 必定是不得了的饱草。 用那破石瓶试试, 能不能栽活, 银城两眼发光, 这般建议, 胡三爷已是如此做了, 在破石瓶中灌入一点灵液, 然后栽种上这根枯草, 而后, 惊人的变化历史发生。 那根枯草开始发光, 流转出一丝生机, 泛着黄金般的光泽, 散发着神圣的气息。 这是什么草? 秦莫很吃惊, 他感受到体内血脉激荡, 似乎体内的斗战圣体在呼唤, 产生了一种预兆。 这根草若是成熟, 吞食之后, 能开启斗战圣体第八层。 秦莫产生这样的名物, 却是非常震撼, 能开启斗战圣体下一层的宝草, 到底是什么草? 好东西啊, 胡三爷吞咽口水, 看了看平底, 却又愁眉苦脸, 这草想彻底栽糊很困难。 吃瓶中的天极灵液, 已经完全没了, 被这根草彻底吸收了。 狐狸非常垂涎, 很想将连瓶带草都夺过去, 却怎奈胡三爷捂着死死的, 不让这贪婪的狐狸得偿。 外面有动静, 情莫忽有所觉, 看向外面, 在盆地的边缘, 出现了几支队伍的身影。 第一四三一章有缝可钻, 盆地周围, 身影晃动, 几支队伍分支, 各自距离很远, 占据一个方位。 这座盆地笼罩一座古老大镇, 里面必定有惊人之处, 很可能是一处惊世秘境。 有强者低语, 看出了端倪, 事实上, 这几支队伍的强者们都看出了门道, 知晓这处盆地很不凡, 里面有惊人的秘藏。 能够深入雪白沙漠的队伍, 其中领队的都是天宗级势力的大高手, 且见识不凡, 带领队伍一路深入到这里。 不过, 这几支队伍还是止步, 因为根本无法看穿这座大镇。 四周, 白色雷霆肆虐, 不时披下一道雷霆, 将沙地炸出一个又一个窟窿, 露出里面成堆的海骨, 令人心惊不已。 几支队伍的强者们都很凝重, 那些海骨中各个种族的都有, 其中一些海骨还散发着惊人的契机, 皆是生前是何等可怕的强者。 如此强者都陨落, 可以想见这里的可怕, 绝不能贸然前进。 你是我族最高明的镇道大师, 难道找不到一丝进取的通道? 一个全身银豪的男子开口, 这是银郎族的一位尊级强者, 正在训斥一名镇道师。 这是极为古老的大镇, 当时怕是除了人族的一大师, 或是其弟子, 再无人能够看出端倪。 银郎族这名镇道大师反驳, 语气也很强硬。 身为银郎族最强的镇道大师, 他也有自身的骄傲, 并不是多么畏惧同族的五尊强者。 易宁峰, 银郎族这五尊皱眉, 看了看不远处的另一支队伍, 露出一丝冷笑。 不远处, 另一支队伍正是战天城派出的强者们, 他们也正观察着坐大镇, 一筹莫展。 听闻银郎族队伍的交谈, 战天城众强者脸色一变, 皆是一阵冷哼, 神情确实相当难看。 银郎族众强者的交谈, 如同是一根刺, 狠狠扎在战天城众人的心窝上。 若是这一次大幕探索之行, 有一名风的弟子相随, 必定会轻松许多, 面对这座古老大镇也不会束手无策。 可惜, 一名风早已脱离战天城, 如今坐镇镇天国西城, 传闻最近又得到一门古镇传承, 其镇道造义日渐精进, 达到了神鬼莫测的地步。 而其两名弟子, 如今更是声名远播, 新莲山秦末, 妖狐一族第一天才, 前一个是武道旷是其才, 后一个是镇道不是之才。 这样的绝代镇道大宗师, 还有那样精彩绝艳的两个年轻一辈, 本来都该是属于战天城的啊。 真的找不到进去的路麻, 战天城队伍的首领脸色很难看, 询问队伍中的镇道大师。 队长, 您就别难为我了, 我的镇道造义还比不上银狼族那个家伙呢。 战天城的镇道大师苦笑, 他并不是故意推脱, 而是在镇道意图上, 银狼族有着天生的优势, 其天生的银狼之童, 能够看清常人看不到的镇文。 周围, 其他几支队伍也很头疼, 很想平自身强大的实力硬闯, 却在一名武尊被白色雷霆劈的半残后, 彻底洗了硬闯的念头。 以, 银狼族的镇道大师忽然面露喜色, 他看出了这座大镇的一条缝隙, 招呼同伴一起跟进。 此周, 其他几支队伍见状, 历史跟了过去, 却被银狼族生生拦住去路, 相互争执起来。 银狼族的诸位, 现在三大族是同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啊。 一名人族强者开口, 这般说道, 呵呵, 有难同当可以, 有福同享就算了。 银狼族的强者回答得也很绝, 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 可是, 面对其他队伍的联合, 银狼族的强者们也感到压力, 允许其他队伍跟着, 但是, 不准靠近。 我们也跟过去, 战天成队伍首领说道, 忽然, 他停住脚步, 也制止队伍中其他人的行动。 战天成这名武尊沉默, 似是发现了什么, 其实, 是耳边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传音, 警告他不要跟进, 否则, 陷入绝境是自寻死路。 并且告诫, 这座古老大阵是京市正道师布置, 就算一名风轻制, 也难以破解其中一二, 不要尝试再深入。 这是谁的警示, 战天成这名武尊心中震惊, 他能感受到传音之人的善意, 却是有些迷惑, 若是熟识的势力, 应该直接现身才对。 不过,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身为队伍的首领, 这名武尊还是很谨慎, 选择了相信传音之人的话语。 通龙, 前方的盆地边缘, 发生大爆炸, 无数道白色雷霆轰击而下, 将银狼族众强者笼罩, 迸发出毁灭性气息。 糟糕, 这是陷阱, 银狼族纳得震道大师狂吼, 却是口喷鲜血, 被一道白色雷霆冻穿了胸口, 神情无比悔恨。 他已是明白, 哪里是发现了什么大阵的缝隙, 根本是一处陷阱, 引诱他们进去。 吼, 银狼族这群强者们很强大, 且有各种保命手段, 纷纷寄出质保护具, 来抵御白色雷霆的轰击。 可惜, 一切都是徒劳, 这种白色雷霆太可怕, 即便是天际防御宝具也是瞬间被摧毁。 不, 本尊不能死在这里, 银狼族纳明武尊狂吼, 献出银狼腰身, 全身喷勃银灰, 抵御白色雷霆的轰击。 然而, 他也仅是抵御了片刻, 就被无数白色雷霆淹没, 化为飞灰消散。 以武尊级强者的修为, 足以在一道白色雷霆轰击下不死, 但是, 面对无数白色雷霆的轰击, 根本不可能抵挡, 就是武主级盖世强者都会重伤。 不足百席的时间, 银狼族这支队伍就全灭, 一个都没有活下来, 死得连渣子都不剩。 嘶嘶嘶, 后面的几支队伍纷纸止步, 倒吸凉气, 皆是明白步入了大阵中的陷阱。 该死的银狼族, 被他们嗨死了, 这群银妖狼太可恶, 死都要拉着我们当电被麻。 几支队伍的强者们快哭了, 他们身陷在此处, 虽是暂时没有危险, 但是, 如何除去却是问题, 按照原路返回, 真的能安然无恙吗? 无奈之下, 这群强者们只能选择原路返回, 但是, 遭遇却是非常凄惨, 每踏回一步, 都会引来白色雷霆的轰击, 炸得他们皮开肉战。 远处, 盆地外围, 唯一留下来, 没有进去的只有占天城的那支队伍。 占天城中强者都是目瞪口呆, 全身冒着冷汗, 若是他们也跟着进去, 起飞也是一样的下场。 队长, 您真是英明啊, 慧眼如炬, 一眼看出危险所在, 队伍中众成员纷纷赞叹, 称赞首领的眼光, 后者有些汉颜, 却是不露声色, 他相信传音者并不希望曝露。 另一边, 在盆地的另一侧, 秦末等已是出来, 刚才这座古老大阵会出现一丝缝隙, 就是迎城暗中操控的。 事实上, 这哪里是什么大阵的缝隙, 乃是秦末等进去的道路, 只是引导到半途, 这狐狸改变了方向, 自视不入绝杀陷阱中。 真可惜, 难得有现成的绝杀大阵, 却只来了银狼族的家伙们, 若是始皇族也一起来, 那就完美了。 这狐狸很遗憾, 他其实在思索, 若能布置这样一座古老大阵, 引得始皇族、 银狼族强者们一起进入, 就能一网打尽了。 当然, 这样的想法不现实, 先不说他没有这样惊世的阵道造义, 就算能够布置这样的大阵, 也缺乏对应的阵道材料。 盆地中有动静, 情没目光一鸣, 看向盆地中, 似是受到银狼族强者们的刺激, 笼罩盆地的大阵被激活, 无数白色雷霆肆虐,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雷霆光照。 同时, 盆地中的景象也是浮现, 呈现一座无比浩瀚的废墟。 通, 漫天光辉冲喜, 一道道古老战歌传出, 回荡在天地之间。 第一四三二章盆地中央的身影, 盆地中, 漫天光霞弥漫, 一曲曲战歌化为符号, 流转飞舞, 一片偌大城池的轮廓浮现, 无比惊人。 无尽光雾朦胧, 可怕波动溢出, 盆地上空, 有一支支剧情的轮廓出现。 这是古老皇朝的遗址, 盆地边缘的强者们惊呼不已, 无比震撼, 他们这才明白, 这座可怕大阵中笼罩的到底是什么所在。 这是中古纪元时的古老皇朝, 千万不能善入。 有人惊呼, 声音在站立, 几支队伍的强者们都是来自天宗及势力, 知晓很多中古皇朝的秘星, 那个时代的皇朝太强盛了, 远远超过当时的最强宗门。 这样皇朝遗址周围的古老大阵, 根本不是现实的强者们能够想象的, 也难以被破解。 因为, 在中古时代的末期, 太多阵道传承失传了, 使得后世再难重现曾经的阵道辉煌。 走吧, 中古皇朝遗址的防御大阵, 根本不是我们能破解的。 一些强者遗憾退走, 他们当然渴望进入盆地中, 获得中古皇朝的强大传承, 但是, 却也知道进去事实死无生。 若是早知, 盆地中视中古皇朝的遗址, 银狼族的队伍绝不会进去。 各大族的典籍中都有秘密的记载, 至今为止, 探索中古皇朝遗址的强者中, 还未有生还的记录。 盆地边, 依然有几支队伍没有退走, 他们很是眼馋, 幻想若能进入其中, 获得一两种传承, 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可惜, 一切都是幻想, 正在这时, 轰隆, 在盆地正中央, 有一个身影若隐若现, 初看时很渺小, 但是, 却是一眼就能辨认出, 那是一个人的身影, 有着无与伦比的存在感。 之后, 那身影不断增大, 如山月一般为额, 细事直冲天际, 化为一条金龙光影, 似要将天穷都挤穿。 那是一位强者的遗骸, 有人声音颤抖, 感受到这股棒不无边的气机, 哪怕明知这具身影已逝逝去, 依然心神俱颤。 这究竟是怎样的强者, 能够盘坐在中古皇朝遗址的中央? 又是怎样的强者, 能经历漫长的岁月, 躯体依然存在, 且有这样恐怖的气势? 众强者心神激荡, 有人喃喃自语, 无主之上, 便是一代皇主吗? 此人逝去, 依然金龙绕体, 是那个中古皇朝的皇主。 这样的猜测, 在众强者心头浮现, 却是没有答案。 也有人猜测, 这具遗骸之所以不朽, 十有八九是因为大阵的保护所致。 突然, 一股恐怖的压迫感传来, 盆地中央, 那具身躯似式震动了一下, 而后, 睁开了双眼。 轰, 四周空间战斗, 整个盆地都在晃动, 那座古老大阵骤然发光, 无数白色雷霆浮现, 如一道道白色蛟龙盘旋, 朝着中央的那具遗骸卷去。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那个存在还没死, 要复活了, 众强者悚然, 感到莫大的恐惧, 想要转身逃顿, 却是一个隔背定住, 连动弹一下也不能。 然而, 真正的情况与想象的不同, 一道道白色雷霆化为雷霆锁链, 竟是将那具身躯缠的炎炎实实。 哼, 一声冷哼, 如同据雷炸响, 震得远处的众强者纷纷倒闭, 竟是全部脱利了。 一时间, 这些绝世强者们心中战斗, 那道身影竟真的没有死。 难道要脱困而出, 这样的强者太可怕, 难道真是中古皇朝的皇主? 有强者失声惊呼, 若这是事实, 这样恐怖的存在出事, 将完全改变古幽大陆的格局。 现今之事, 问鼎大陆巅峰的强者, 乃是无主巅峰的层次。 再进一步, 却是从未听闻有谁达到, 或许, 古族的那位真正的主宰是一个例外。 这时, 一道目光扫了过来, 一些强者惨叫, 五主眼睛, 根本不能承受那道眸光的凝视。 太可怕了, 真的是皇主级的存在, 连目光都能及伤五尊级强者。 有人失声惊呼, 觉得他们在劫难逃了, 这样一味恐怖存在出事, 根本无法抵挡, 可是, 这道目光一扫而过, 便再没投注过来一次, 似是不屑在关注这些强者的存在。 另一边, 秦莫等也受到这道目光的注视, 银城高癌子和古山七早就贪软在地, 动弹不得。 胡三爷非常警觉, 在盆地中出现动静的那一刻, 就已经钻入登座空间。 唯有秦莫还站着, 他被那道目光锁定, 确实并没有任何不适, 反而有种血脉共鸣的亲切感。 咚咚咚, 体内的血液疯狂寻行, 心脏也在疯狂搏动, 有种莫名的力量从血脉中滋生出来。 秦莫有种冲动, 想要冲进那座盆地中, 他预感在那里能找到开启斗战圣体第八层第九层的契机。 因为, 很久以来, 一直消失的无名口诀, 再次在脑海中回荡, 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呼唤。 冰, 一声剑影, 心脏中的开天剑魂震动, 传出振振剑影, 令得秦莫激荡的心绪冷静下来。 同时, 在他神魂深处, 一缕青金神雁出现, 火焰跳动了一下, 竟是产生丝丝缕缕的良意, 令得他燃烧的血脉也平静下来。 下一刻, 盆地终是来的那道目光顿了顿, 似是有一种疑惑和新奇的情绪传来, 很微弱, 而后便连带那道目光都消失了。 这座盆地再次恢复平静, 唯一不同的, 则是盆地边缘, 迎狼族强者们残留的一些痕迹。 快走, 此地不能再停留, 几支队伍的强者们恢复行动力, 历史没命逃窜而去, 哪里还敢逗留一刻。 另一边, 银城等也恢复过来, 都是飞速逃窜而去, 不敢再靠近这座盆地。 太危险啦, 那身影难道是中古皇朝的皇主吗? 银城心有余悸, 他着实被吓坏了, 那种眸光太恐怖了, 竟能一下子定住他。 很可能, 太吓人了, 吓死本大爷了, 高癌子也是很心慌, 古山西则是脸色发白, 灰中泛白, 看起来很瘆人, 他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皇主级强者, 但是, 那身影若是活着的, 堪比那个地方的最强者之列。 莫格尔, 你觉得那是什么? 胡三爷看向秦莫的眼神很奇怪, 他注意到这少年的不对劲, 很可能是一位斗战圣体, 秦莫说出答案, 吓得几个同伴脸色在变。 这样的世间, 若还有一位斗战圣体在世, 那真是震动大陆, 震撼古今的大事件。 不过, 应该是逝去的斗战圣体, 我只感应到一缕神魂的意念, 与战主的投影有些相似。 秦莫叹息, 他确信那身影是逝去的斗战圣体, 只是因为他的到来, 斗战圣体之间引发了共鸣。 中古皇朝的皇主是一位斗战圣体的完全体。 胡三爷等不经发呆, 若真是如此, 那真是震动古今的大秘密。 秦莫摇头, 谁又知道呢, 那座盆地被古老大阵笼罩, 根本进不去, 无从证实他们的猜测。 不过, 刚才的惊鸿一撇, 秦莫则是觉得, 事实与同伴们猜测的可能截然不同。 那白色雷霆化为锁链, 似是要将那具身躯镇锁在那里。 走吧, 去下一个门户,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明日宝盒。 若是九大鬼主的主人真的复活, 恐怕比盆地中那强者生前差不了太多, 整个大陆都会危险了。 秦莫说道, 一行同伴没有停留, 按照手中的一张张蚕图, 从原路返回, 前往第二扇门户的所在。 第一四三三张第二扇门户, 秦莫等选择的第二扇门户, 乃是另一个新出现的门户。 此前原有的三道门户, 胡三爷都曾进去过, 并且相当深入, 并未发现有那的地方的宝物存在。 不过, 第二扇门户的选择全在古山西, 灰皮孩童手中的玉魂户再次震动, 提示要进入第二扇门户。 哗哗哗, 与之前的雪白沙漠不同, 第二扇门户内, 乃是一片沼泽, 且有偌大的湖泊存在。 湖水翻腾, 掀起一道道巨浪, 比真物海波涛也是不遑多让。 嗡嗡嗡, 玉魂户不停战动, 甚至悬空而起, 在古山西手掌上盘旋, 而后狐嘴指向一个方向。 这么强烈的反应, 那个方向有圣级的宝物。 古山西吞咽口水, 而后善笑, 不过, 应该不是明日宝和, 玉魂湖只能感受到大陆极至宝的一些迹象。 古山西很诚实, 并没有想要隐瞒什么, 坦诚纳的方向存在的宝物, 是纳的地方的圣级神物。 当然, 不排除明日宝和会在那里, 但是并不确定。 秦末等汉手, 就选择了纳的方向前行, 既然有纳的地方的圣级宝物, 自然也有很大可能发现明日宝和。 况且, 就算没有明日宝和, 有圣级宝物存在的地方, 不排除有其他金氏的宝物存在。 嗖嗖嗖, 秦末等隐秘气机, 在沼泽地上飞掠, 有湖三爷, 迎成这样的幻术大师, 他们一行的行机根本无稽可循。 这片沼泽四周, 弥漫着淡淡的灰气, 与玉魂湖的气息有些相似, 使得秦末等越发确信, 有很大把握在这里找到明日宝和的踪迹。 我们掌握了这座大墓的这么多残土, 可谓是战井仙机, 若是我们找不到明日宝和, 九大鬼主也难以找到才对。 秦末这般说道, 古山七则是摇头, 否定了秦末的看法, 九大鬼主布置了这么久远的时间, 此次既敢有所行动, 必定是掌握了寻找到明日宝和的一些线索。 当然, 古山七也承认, 若是他们找不到明日宝和, 九大鬼主也别想找到。 因为, 九大鬼主就算知道明日宝和的大概位置, 也是难以达到, 这座大墓中的古镇静置太多了, 需要爵士正道师来破解。 而当时最杰出的正道师, 其仪是一名风, 剩下的两个弟子, 则与古山七作伴。 古山七觉得自己运气真不错, 这一次古幽大陆之行, 可谓是满载而归, 若是能够破坏那个存在复活, 返回那个地方后, 必定会得到最高的奖赏。 通龙, 一处巨大的湖泊中, 忽然喷起万丈高的水柱, 一头巨大黑鳄窜起, 喷出这道万丈水柱后, 又潜入了湖底。 远处, 琴墨等纷纷止步, 不敢太靠近, 都是被吓到了。 那头黑鳄时事太庞大了, 如同一座山岳, 身上的鳄皮布满倒刺, 如同是一根根巨型长毛, 散发着无比凶利的气息。 乖乖, 这大墓中还有生物, 还是这么可怕的怪物。 高矮子则蛇, 他从那头巨大黑鳄身上, 感受到一丝龙族的气息, 蕴含一丝龙族血脉的巨恶, 恐怖啊, 这头巨恶应该是变异了, 且存活的时间太久了, 才会变得如此可怕。 看鼻舞主, 胡三爷也是惊呼, 以他多辣的眼光, 自是看出来, 这头巨大黑鳄并不是什么一种, 就是活得太久了, 沾染沼泽中的气息, 变异成这样一头巨恶。 活得久远, 总能不断变强麻, 也应成难难自语。 在妖族中, 也确实有这样的说法, 若是寿命足够长久, 戏血又能一直强盛, 不嫌老太, 就算停滞在某一境界再久, 也有机会突破, 直至五道巅峰。 这样的说法, 并非是无地方使, 而是有先例的。 妖族中, 曾有一头妖龟, 本身资质很平庸, 但是, 所谓千年亡八万年龟, 妖龟的寿命本来就长, 又是其欲连连, 不断吞噬灵药神丹, 使得寿命翻倍。 终于, 这头妖龟再度过一万年, 也即使一个纪元后, 突破五尊境界, 寄身无主。 又经历数千年, 在有多次经世奇遇后, 这头妖龟修至无主巅峰, 成为古幽大陆妖族至强的存在。 龟主, 如今妖族的四大巅峰强者中, 这位妖龟无主一直很低调, 也非常神秘, 但是, 却隐隐被认为是四大巅峰强者中最强者。 秦末也是哑然, 他前世也听说过这样的传说, 还曾解释龟主的一位徒孙的徒孙的徒孙辈, 却是无比可怕的一位强者。 据那位强者说, 他的祖师爷应该还活着, 上一次出现时, 气血还非常旺盛, 很有可能突破到传说中的武道致敬。 这片沼泽很可怕, 比雪白沙漠可能更凶险, 要小心。 胡三爷提醒道, 一行同伴都是点头, 小心绕开那楚湖泊, 继续朝着一个方向飞略。 又深入许久, 秦末等又看到一处巨大的湖泊, 这一次并未感受到可怕怪物的气息, 却看到湖泊中央的一座岛屿。 那座岛好生不凡, 银城眼睛发亮, 当即走不动路了, 岛屿四周, 笼罩着一层光雾, 如烟霞一样阴晕, 隔绝了四周, 使得沼泽的气息无法侵入。 那里生长着一条古藤, 枝条如囚笼, 在藤上竞生着一个小葫芦, 只有巴掌大小, 金光灿灿, 窑洞之间, 震荡出阵震剑营之声。 那葫芦能滋养我的开天见魂, 秦末也是眼睛圆睁, 也是挪不开脚步了。 高矮子, 胡三爷, 古山西也是口水直流, 他们的注意力不在那条古藤上, 而是在岛屿一侧的石屋。 那石屋的造型很奇特, 无比的古老, 如金石般的岩石都呈现风化的迹象。 而在屋前, 有一张石桌, 骑上摆放着一个棋盘, 两只茶碗, 一把小木锤。 那石桌, 还有桌上的东西, 都是一宝, 西式之宝。 一定要弄到手啊, 胡三爷激动地浑身颤抖, 那股藤更加了不得, 还有那金色小葫芦。 银城也是吞咽口水, 葫芦是我的, 情若很直接, 表明他的渴求, 一行同伴自是没有意见, 能够滋养开天见魂的宝物, 自是优先给秦末, 若是开天见魂能够彻底凝成, 当时会出现一位盖世剑客。 对于胡三爷等来说, 若有这样一位超强的朋友, 当然是乐见其成。 猛然间, 秦末等有所觉, 远处一阵呼啸声响起, 旋即发现他们的存在, 迅速接近, 一股股强大气机锁定了这里。 被跟踪了, 秦末等一惊, 他们的行踪何等隐秘, 怎会被发现踪迹, 并一路跟随而来。 墨小哥, 要躲开吗? 胡三爷开口询问, 凭他的幻术手段, 若要躲开这群强者, 并不困难, 兴而易举。 秦末皱眉, 心中沉吟, 此时, 高矮子则是脸色一沉, 浮现争獰杀意, 锁定了远处飞掠而来的一群强者。 是那帮家伙, 高矮子低沉开口, 与其前所未有的森然。 哦, 这样啊, 秦末一愣, 便是明白过来, 放弃了顿走的打算, 他也正好想弄明白, 这帮家伙是如何追寻到他们的踪迹。 第一四三四章很弱的盗墓者, 嗖嗖嗖, 石簇到身影飞掠而至, 强横气息弥漫, 自然形成一片场域, 将秦末一行笼罩其中。 这是什么外族, 秦末皱眉, 这些跟踪者非常强大, 修为最低的也是圣境中奇的高手, 并且, 修炼同源的功法, 且是同族, 一旦联手威力倍增。 这些跟踪者站立的方位很玄妙, 隐隐形成合围之势, 是一种合集阵势。 这些家伙弱势联手, 恐怕相当于十几位武尊的联手, 非常可怕, 是什么来路? 秦末以信念传音开口, 询问银成, 这狐狸与矮子之间是旧事, 因为认识这些强者的来路。 不知道, 应该是荒龙族的靖青种族, 不过血脉可能更淡一点。 银成这般回应, 这些跟踪者的模样与人族很相似, 不同之处, 则是紧薄, 手背有薄薄的领甲, 散发着一丝龙力。 呵呵, 想不到深入大幕的是你们这群人, 看来实力再强, 也比不上专业的盗幕者。 为首的一名女子开口, 她很美艳, 只是言语间的不屑根本不加掩饰, 显示将秦末等想成了是一群盗幕者队伍。 这样的错认也正常, 也是秦末等刻意为之, 现在众人中散发的气机, 最强的反而是胡三爷, 看起来像是天境强者。 至于秦末等, 显露的气机只有避境层次, 这样一支队伍能深入到这里, 自然是盗幕者的队伍。 此时, 秦末也听出来, 开口说话的这女子, 正是在镇城废墟中, 谈及高矮子中了灭龙咒的那女子。 交出你们手中的残途, 再给我们探路, 会留你们一条活路。 另一个俊逸的中年男子开口, 声音很阴朗, 也充满了不耐烦, 不想与秦末等啰嗦什么。 这男子的声音, 正是之前, 谈及要杀死高矮子, 抽掉他龙筋的那家伙。 这时, 高矮子低着头, 双目一片赤红, 他已经处于暴怒, 随时要抱起。 冷静点, 先弄清楚情况, 秦末告诫道, 另一边, 胡三爷则是笑起来, 很谄媚, 也很卑微, 诸位高人, 这是小老人手中的残途, 还请你们高抬跪手, 放过小老儿的几个晚辈吧, 由小老人给你们带路, 说着, 胡三爷将一份残途取出, 双手奉上。 秦末等在旁边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张价图, 是胡三爷精心制作的, 且制作了近百份, 想不到真的派上用场。 放了你的晚辈, 能深入到这里, 证明你这老头对阵是很熟悉, 若是借机逃跑, 我们岂不是毫无办法? 好好带路, 到时候自会放了你的小辈们。 那女子浅笑, 言语却是无比心寒, 这老家伙占咱们便宜, 还故意坑算咱们, 秦末等脸色有些发黑, 这老家伙对人心的把握何等精准, 自是知道这样说, 这帮家伙肯定会将他们囚禁。 此时, 一股股气机弥漫, 交织成网, 将秦末等全部笼罩其中。 嗯, 那是什么? 中年俊一男子目光一宁, 看着距湖中央的岛屿, 顿时神情狂喜, 那古藤, 那金葫芦, 还有那石桌上的东西, 都是西式之宝啊。 没错, 真是咱们的旷世机缘, 趁着没有其他队伍赶来, 快点进岛。 那女子意识美眸发亮, 转头看向湖三爷, 老头, 该你表现的时候到了, 若能进入此岛, 本夫人就放了你的晚辈们。 哦, 胡三爷忽然一笑, 这么说起来, 诸位高人是没有同伙了。 什么, 中年俊一男子, 美艳女子皆是一愣, 本能感到不对。 哼, 秦末等已是爆发, 突然动手, 分析向数位强者。 哼, 秦末直接拔剑, 剑光闪烁, 如飞红乍线, 快到不可思议, 拉出一条长掌的剑痕, 将一名圣境中其强者斩成两劫。 他并不是刻意找软柿子捏, 而是看出来, 这群强者不成的合集阵势中, 这个修为最弱的五圣势阵眼, 杀之合集阵势力破。 胡三爷则是双眸睁大, 爆出一团奇光, 刹那间, 这片空间都变了, 朦胧一片, 这群外族强者只觉陷入另一个天地中。 这就是胡三爷的幻阵, 并不具备杀伤力, 但是, 即便尊级强者也会立时陷入其中。 古山西很自觉, 知晓自身修为最弱, 第一时间钻进了登座空间, 没了踪影。 轰, 王龙空间重, 一团青燕绽放, 狂暴的妖力如火山喷涌, 气焰滔天。 这是胡里首次真正的爆发力量, 其修为也到了圣境巅峰, 随时可能突破到五尊境界。 这团青燕迅速膨胀, 将这支外族队伍全部笼罩其中, 只有中年俊一男子, 每燕女子隔绝在外。 砰砰砰, 青燕场域中, 一道道青燕化为一只只青色燕拳, 狂轰向这些外族强者。 死死死死死, 迎成低吼, 其妖力越来越狂暴, 发泄心中的愤怒。 他也一直充满愤怒, 想要抹杀是皇族的队伍, 确实没有遇到, 让他的愤怒不断积蓄, 终于找到宣泄的缺口。 见此情景, 秦莫无奈撇嘴, 手中配剑挥动, 如银瓶炸蟹, 射入青燕场域中, 在这些强者的关节部位留下一道道剑痕, 让他们行动力不断削弱。 凭他如今的剑道造诣, 就算不施展虚拨流光, 面对再多的圣境强者, 也能瞬间秒杀。 更不要说, 是秦莫迎城联手, 一人一胡的联手威势, 虽然没有斗战圣体和圣火合体那么变态, 但也是惊世骇俗。 不过, 一人一胡并没有下杀手, 只是对其中两名武尊强者发起狂攻, 其余人只是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砰, 其中一名武尊被轻燕拳头轰中, 又被一道剑光刺穿了心脏, 顿时, 被轻燕焚烧, 身躯直接被烧成依据骨架。 轰, 紧跟着, 另一名武尊被促使到轻燕拳头围攻, 又被无数剑光封锁了退避的空间, 直接身体被轰得洞穿, 当即身亡。 一瞬间, 除去中年俊一男子, 美艳女子之外, 队伍中另外两名武尊竟是瞬间被轰杀。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这群外族强者惊骇欲绝, 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了, 这几个人老得快老死, 小的看起来很弱小, 为何一转眼, 就变成了无比强横的爵士高手, 轻易将他们的武尊强者轰杀? 秦末斜眼看过来, 目光在中年俊一男子, 美艳女子身上游移, 淡淡道, 你们俩可以活下来一个, 正好尽到, 我们还缺些探路送死的狗东西, 什么, 中年俊一男子, 美艳女子无比愤怒, 这少年傲慢蔑视的姿态太可恶, 彻底激怒了他们, 你们知道惹到的是谁吗? 我, 中年俊一男子低吼, 通龙, 狂暴的龙力爆发, 高矮子全身浮现龙纹, 额头更是出现一只小小的龙脚, 撕着雪白牙齿, 森然道, 本大爷当然知道你们是谁, 作为荒龙族的附庸, 赶来暗害本大爷, 都去死, 你是零号, 美艳女子彻底色变, 她认出了高矮子的身份, 一声暴响, 高矮子飞冲而起, 挥动双拳, 左拳施展八级裂空拳, 右拳则是一种古老的龙拳, 分级向两大武尊, 这时相识以来, 秦末第一次见到高矮子真正动武, 那情景无比震撼, 左拳裂空, 右拳如龙, 狂暴龙力如海, 仿佛能击穿天穷。 第一四三五张豪华炮灰队, 砰砰砰, 空间震动, 不断崩裂, 即便是胡三爷制造的幻境也受到冲击, 随时可能崩溃。 乖乖, 荒龙族的龙力真可怕, 可以破除虚妄。 不愧是曾经角逐少年王的队伍成员之一, 胡三爷很震惊, 连忙加固幻境, 轻声嘀咕。 哼, 这老家伙, 银城冷恒一声, 瞅了过来, 哪怕面对十多卫生级以上的强者, 他也是游刃有余, 听到了胡三爷的低语。 关于银城高矮子曾经的这段往事, 乃是一个绝密, 含有人知晓内情, 胡三爷竟是一语道破, 非常清楚的样子, 这老家伙的来历实是莫测。 银龙, 滔天拳是狂勇, 高矮子凌空迎战两大武尊, 这挫则陷入狂暴状态, 竟是放弃防御, 全力攻击, 根本不管中年俊一男子美艳女子的攻势。 不过, 他这样的打法, 却是有其依仗的本钱, 全身覆盖的龙铃无比坚硬, 即便是武尊强者的攻势也难以攻破。 并且, 龙铃能够泄除极大的力量, 使得两大武尊联手, 一时也难以奈何得了高矮子。 怎么可能, 难道你荒龙体大成了? 美艳女子惊呼, 在没有之前的傲慢, 真正陷入恐慌。 砰砰, 高矮子连续两拳击出, 裂空全境, 古老龙拳交替, 霸道无兵, 破开中年俊一男子的防御, 直接洞穿了他的胸控, 出现碗口大的一个血洞。 不, 他的荒龙拳大成了, 中年俊一男子嘶吼, 口喷鲜血, 飞速倒退, 却是在后退时, 一掌拍在美艳女子背上, 将他即飞迎向高矮子。 以, 美艳女子也是口喷鲜血, 无比愤怒, 他与中年男子有私情, 却想不到在这样的关头, 却被此人出卖。 死, 高矮子狂吼, 双铜树起如龙铜, 一记八级裂空拳轰至, 根本没有怜香惜玉, 将美艳女子郊驱轰轰成肉末, 漫天血雨四溅。 中年俊一男子下的头顶寒气直冒, 哪里还敢停留, 想要飞速逃走。 翁, 驱空中, 一道虚无剑光滑过, 正是徐身凝成的剑刃, 将中年男子双脚洞穿, 使得他速度立时停滞。 你留下吧, 秦莫斜眼看过来, 正是中年俊一男子之前看他们的眼神。 青燕场域中, 剩下的外族强者们惊骇欲绝, 领队的四大武尊瞬间被击溃, 三死一伤, 这几个人真是盗墓者吗? 这样的盗墓队伍也太恐怖了, 无论是那挫子, 还有狐狸, 还有人族少年, 都强大的离谱, 这到底哪里冒出来的爵士天才? 不过, 幸存的外族强者中有人脸色苍白, 已试认出高矮子的来历, 这牵涉到族中一个绝大的秘密。 哼, 高矮子一脚踩在中年俊一男子胸口, 将胸骨踩得搁之作响。 狗东西, 当初给本大爷下灭龙咒的, 是我荒龙族中那的老混蛋。 高矮子森然开口, 只问曾经的那段阴谋, 这涉及到荒龙族的权力争夺, 也是一段丑闻, 高矮子一直埋在心里, 今日终于爆发出来。 哼, 本作不知, 中年俊一男子脸色泛青, 伤口撕心裂肺, 却是死不开口。 他很清楚, 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下场, 况且, 若是说了, 就算能活命, 返回族中也难逃一死, 这个阴谋牵涉太大, 不是一个武尊能够承受的。 高矮子宁笑, 脸上龙纹越来越多, 整个人陷入半龙化的状态。 不急, 小老人有办法让他开口, 胡三爷走过来, 说道, 随即, 他施展一种幻术, 历史让中年俊一男子陷入呆滞, 知无不言。 片刻, 高矮子得到想要的答案, 冷恒一声, 身上的龙纹, 龙铃吞去, 恢复了正常。 另一边, 秦末, 银城也将这些外族强者置住, 在其体内下了静置, 并询问为何能跟踪到他们的行踪。 侧夫人掌握追踪之术, 能够根据一丝气息进行追踪。 这群外族强者不敢隐瞒, 将原因全部说出, 每燕女子掌握了一种古老追踪术的传承, 只要有一丝异常就能追踪。 秦末等固然隐秘的, 非常好, 但是, 总归留下一丝不一样的气息, 与这片沼泽地迥异, 使得这群外族强者追踪而来。 可惜, 秦末等很惋惜, 若是早知美艳女子有那样的本事, 就该留下活口。 狗东西, 你知道那门追踪术的传承吗? 若是知晓, 本湖大人可以留你一条狗命。 银城斜眼看过来, 很轻孽, 中年俊一男子脸色苍白, 全身不满血迹, 即是狼狈, 再无半点俊一风度。 面对银城毫无诚意的沉默, 中年俊一男子一言不发, 他知道刚才什么都说了, 即便能生孩, 也不会有好下场。 将它们拘禁好, 一会儿要去导众一探。 秦末告知古山西, 灰皮孩童已是从登座空间中出来, 一脸笑意, 取出一种特质的绳索, 随手一抛, 竟是化为十多道, 缠绕在这群外族强者身上。 这种特质的绳索很奇特, 绳子表面暗淡无光, 但是, 捆绑在这群外族强者身上后, 竟是没入他们体内, 只在身体表面有一道淡淡灰色的绑痕。 这是什么绳索, 有外族强者心生疑虑, 抖绝脑袋炸裂, 巨疼无比, 就地翻滚, 疼得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他仅是心生逃跑之念, 就立刻疼痛难忍, 仿佛神魂都要裂开一样。 这是我族的秘宝, 只有这一根, 是主人似语的, 若是丢失, 我要倒大霉的。 见秦末等看过来, 对着绳索很是渴望, 古山七连忙开口, 若是其他宝物, 他倒是不会吝啬。 唯独欲魂湖, 这绳索是不行的, 哼哼, 一群圣级以上强者坐探路炮灰, 这手笔传出去足以震动大陆了。 高矮子咧嘴, 森然冷笑, 这群外族强者们敢怒不敢言, 这几个人太可怕, 也太可恶了, 竟然真的让他们去探路, 当送死的炮灰。 片刻, 秦末等来到偌大湖泊边缘, 在距离湖边千丈处, 便是停下来, 不再靠近。 李, 过去, 秦末指着一个外族武圣, 让他到湖里去, 看看有没有可怕的怪物存在。 这外族武圣的修为, 在圣境七段, 算是一群幸存者中最弱的, 若是湖中真有之前黑色巨鳄那样的恐怖怪物, 这样的耳石被吞了, 也算是物尽其用。 李放心, 你的实力能够发挥七成, 谨慎一点, 应该能逃脱的。 一切看你自己, 胡三爷微笑说道, 这老家伙的语气很温和, 却是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 就如同在哄天一头宠物。 这外族武圣却是神情恍惚, 连连点头, 保证若是遇到危险, 一定会极力逃脱。 只有这么些炮灰, 未必够用, 不能轻易让他们死去。 见秦末等看过来, 胡三爷说出他的本意, 他预感真正的危险在岛上, 若是在渡河使者损太多的炮灰, 起飞之后要他们亲身涉险。 这几个混蛋, 包括中年俊一男子在内, 这群外族强者们心中恨得咬牙切齿, 这几个人根本将他们当成送死的畜生看, 若是能够脱困, 一定要将这几个人碎尸万段。 旁边, 银承邪言扫了一下, 暗中冷笑, 这群外族强者还真是天真, 就算他们能活下来, 还有其他的凶险之地要去探索。 总之, 从这片沼泽出来, 这群外族强者一个也别想活, 亏他们还抱有希望, 觉得真能活下来。 片刻, 那外族武圣在湖中游渡, 却是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很快来到岛屿边缘, 这让他大喜过望。 嗡, 岛屿周围的烟霞中, 闪过一道光, 在湖面上扫过, 那外族武圣连坑都没坑一声, 脑袋已被斩掉, 咕噜一下掉入湖水中, 鲜血在水中扩散开来。 第一四三六章尽岛之图, 谷谷, 湖泊中央, 那外族武圣的无头尸体沉了下去, 四周有着无比锋锐的契基尼曼, 那是什么力量, 是岛屿周围的静置, 一群外族强者大惊失色, 脸色灰败, 这是他们的同伴, 平素交情不错, 静一瞬间就死去了。 接下来, 岂不是要轮到他们, 秦末这几个人一定会再派人过去尝试。 然而, 出乎这群外族强者的意料, 秦末等并未让他们再游过去, 而是在观察小岛四周的情况。 这位先生, 这岛屿周围的静置太强, 恐怕五尊强者也难以承受。 不如, 就此退去吧, 一名外族强者恳求, 凡是生灵皆习命, 谁又愿意枉死, 刚才那道光太快, 运着无边的丰锐, 让这群外族武圣感到莫名的恐惧。 那中年俊一男子也是脸色奏变, 浮现金句之色, 显示很清楚, 即便他实力全胜时, 过去的下场估计也是一样。 闭嘴, 你们懂什么? 吟成斜眼, 冷声呵斥, 秦末则是眯着眼睛, 仔细观察岛屿四周, 以他地脉镇道师的体质, 并未察觉到大镇的存在。 但是, 刚才那道光太惊人, 令他感到含义, 既然不是静置, 又会是什么? 难道, 秦末想到一个可能, 那只金色小葫芦, 难道那道光是从小葫芦里发出来的? 说出这个猜想, 历史得到银城, 胡三爷等同伴的赞同, 那条古藤太不一般, 绝不是一般的圣藤那么简单。 按照胡三爷独辣的眼光, 认为这条古藤或许比不上传说中青龙神术, 但是, 至少能比得上青龙神术的一条树枝, 乃是举世无双的神藤。 走到湖边, 遥望那只金色小葫芦, 秦末感到心脏部位的剑魂蠢蠢欲动, 对那小葫芦很渴望, 真的能蕴养开天剑魂麻, 秦末心中自语, 对于这只金色小葫芦志在必得。 随后, 又派出两名外族强者前去探路, 下场都是一样, 全部被一道光斩首, 即便是圣境后期的强者也无法逃脱。 剩下的外族强者们脸色苍白, 色色发抖, 他们从没想过有这么一天, 会被拿来当探路的炮灰, 这样的死法实在憋屈。 算了, 不用让他们去送死了, 胡三爷建议道, 幸存的外族强者们松了口气, 幸说还是老爷子心善, 有怜悯之心, 不像这少年, 还有那妖狐, 以及荒龙族的那位, 一个比一个心黑。 砰砰砰, 高矮子却是突然出手, 将幸存者一个葛轰碎, 提起中年郡义男子的脖子, 宁笑道, 你这狗东西, 以为与援军联系, 本大爷毫不知情吗? 就是等你这么做呢, 比中年郡义男子脸色奏变, 他没想到做得如此隐秘, 以族中密法与援军联系, 竟会被试破。 并且, 高矮子等早就知道, 却装作不知, 分明是想引来更多的强者, 替他们探索岛屿。 咔擦, 中年郡义男子都来不及开口求饶, 仅不已被捏碎, 如死狗一样没了生息。 呸, 当初这群家伙见到本大爷, 比孙子还谄媚, 背后却下黑手, 给本大爷下灭龙咒。 将来本大爷修为大成, 必定他凭这帮狗东西, 回族中找那老东西算总账。 高矮子神情争鸣, 他知道了当年被暗散的真相, 却是更加的愤怒。 行了, 别管那些, 处理一下这里, 秦莫开口催促, 也是想让同伴清醒, 别被愤怒掩盖了理智。 虽然说, 理智这东西, 与高矮子一向不搭边, 将现场处理了一遍, 秦莫等隐秘身形, 潜藏在不远处, 静观其变。 两个时辰后, 另外一支队伍飞略而至, 看到中年郡义男子等人的尸体, 这支队伍的强者们都很吃惊, 而后, 看到中年郡义男子的留字, 这支队伍的首领悲痛道, 列兄, 你放心, 兄弟我一定发掘出岛中的宝物, 不辜负你的遗址。 远处的秦莫等听到这话, 皆是冷笑不已, 这队伍的首领与中年郡义男子还真是一秋之河, 都是一样的虚伪, 还好意思说得这么冠冕堂皇。 希望这帮家伙, 能够找出一些尽岛的端倪。 秦莫低语, 片刻, 这支队伍开始尽岛的行动, 虽说中年郡义男子的留字中提及, 湖泊中的危险已被清除, 但是, 这支队伍的首领还是很谨慎, 太手下探索了一番, 却是没有危险。 列兄真是好人啊, 为兄弟我排除了危险, 这队伍首领叹息, 似是在悼念中年郡义男子的在天之灵。 随后, 这支队伍动作很快, 立刻开始尽岛, 却是遇到了危险, 靠近小岛的强者都被纳道光斩首, 连坑都没有坑一声。 这, 如此可怕的静置, 这队伍的首领色变, 不过, 这首领并没有退缩, 取出一把巨弓, 只能拉开一半, 却是传出龙银失吼之声。 这是武主专用的武器, 与青湖战车一个级别。 银城很吃惊, 没想到这支队伍有这样强大的底牌, 同时, 也很期待, 若能破去岛上的静置, 那就再好不过了。 砰, 弓弦震动, 一支箭矢化为流光, 撞向岛上笼罩的烟霞。 铿枪, 一道光炸线, 这一次看得真切, 竟是一道剑光, 快到令人窒息, 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弧光, 生生将神铁铸造的箭矢斩斩断。 什么, 这队伍的首领神色大变, 继而又是一喜, 那支箭矢虽被斩断, 但是, 岛上的烟霞竟是淡了一些。 继续, 将你们所有攻击宝具都用上, 一声令下, 这支队伍的强者们各式手段, 取出压相比的攻击宝具, 疯狂轰击湖中小岛。 经历半个时辰, 轰沸了十多件天极宝具, 岛上的烟霞终于淡了, 露出两条小径。 好, 进岛, 这队伍首领大喜, 招呼同伴们一起进岛, 远处, 行墨等却没有行动, 并不急着出手, 依然在等待。 之前用人肉炮灰探岛时, 行墨等就看得很分明, 岛上的烟霞只是第一重防御, 还有更强的静置在里面。 果不其然, 当着支队伍的强者们 终于登岛, 还未走出两步, 一道光又是闪过, 将一条小径上的强者们 全部斩首。 不过, 这一次倒是有强者反应过来, 却是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便是伸手一处。 怎么回事, 这队伍首领脸色奏变, 阴晴不定, 他率领极可心腹, 是从另一条小径登上岛屿的, 并未探磨倒的另一边的骨藤。 他存的心思, 与秦莫等一样, 就是想让手下的强者当炮灰探路。 只不过, 确实没有想到, 那道光依然在, 并不是烟霞中的静置。 吃熟, 现在怎么办, 一鸣武圣很惊慌, 同伴们瞬间被斩杀, 实施令人惊惧。 不用管, 若能取走那时桌上的任何一件宝物, 都是不需此行。 这队伍首领陈卓脸, 说道, 迟一片刻, 这队伍首领忠实下定决心, 带着几个心腹前行。 通龙, 持桌上的小锤子震动了一下, 顿时, 四周的空间沉重起来, 如同陷入万丈海底, 无比沉重的压力, 使得这几个强者举步维艰。 这是, 尚未等他们反应过来, 空间的压力抖得增强百倍, 咔嚓咔嚓, 包括这队伍首领在内, 所有人都被挤压成肉饼。 这支队伍在进岛后, 尚未带上一颗时间, 就已全灭。 这么可怕, 秦末等在远处瞧得分明, 都是岛西一口凉气, 这情景太惊悚了, 入岛的两条路都不通, 该如何登岛取宝? 不对, 秦末赶到体内的剑魂, 与岛中那只金色小葫芦产生一丝感应, 或许能凭这种感应, 到古藤边取宝。 这个提议, 得到了其他同伴一致的赞同, 要快一点, 那层烟匣有重新聚拢的迹象。 胡三爷催促到, 第一四三七章岛中之宝, 岛屿周围, 一层烟匣弥漫, 很是稀薄, 如同青沙一样, 与之前的云征匣位不同。 这是被各种攻击宝具轰击所致, 但是, 这一层烟匣正在恢复, 逐渐浓密起来。 秦末等知晓, 这是岛屿的自我修复手段, 布置这种静止的存在可谓是无比强大, 这种手段早已失传, 如今不存于事。 嗖嗖嗖, 秦末等飞度湖水, 来到岛屿边缘, 却是有些迟疑, 不知该选那条小径进入。 无论是岛屿一侧的古藤, 金色小葫芦, 还是岛屿另一侧的石屋, 石桌的区域, 两边都是无比凶险。 金色小葫芦真的会产生感应吗? 会不会是一个陷阱? 胡三爷非常谨慎, 他知晓无数秘文, 清楚这种神藤, 金色小葫芦很可能通灵, 会迷惑人前去自投罗啊。 说不定这种金色小葫芦, 是想吞噬开天见魂, 来滋养自身也说不定。 李这老头别吓唬我, 秦末瞪眼, 却也有些愁躁, 胡三爷说得很有道理, 确实很有这个可能, 但是, 另一条路上的凶险, 也是看得清清楚楚, 一位武尊后期的爵士强者都被生生压成了肉饼。 石屋附近布置有阵法, 刚才那几个家伙是触动了阵法, 才使得桌上的小锤子发动了。 银城忽然开口, 他瞧出了一丝端倪, 认出石屋附近布置有恐怖的杀阵, 一起联手, 先破除了石屋的阵法, 不要弱了一师的名头。 狐狸这般说着, 行目也没有异议, 一人一壶联手, 在阵道上的造诣足有一名风的七成。 这样若是还不能破阵, 那只能说这座杀阵太惊世了, 中古时代的阵道太辉煌, 远远超过当时。 不过, 秦末、银城都不这么认为, 这是身为绝代阵道大宗师的关门弟子的底气所在。 易明峰也曾自傲地说过, 若说阵道造诣, 他就算身在中古时代, 也是大陆上首屈一指的阵道大宗师, 所欠缺的, 也只是中古时代失传的古老阵徒而已。 一人一壶立刻动手, 由秦末找寻大阵的踪迹, 在由狐狸进行推演。 那里, 那里, 还有那个地方, 秦末目光连闪, 竟是在短短时间内, 找出三个大阵的缝隙, 这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 这是怎么回事, 秦末有些吃惊, 史乌周围的杀阵无迹可寻, 远超曾遇到的所有阵法, 但是, 却被他一下子找到三个缝隙。 似乎, 在盆地中被纳到目光凝视之后, 他身体里起了不知名的变化, 让他对阵法的洞察力更加敏锐。 此时, 秦末没有察觉到, 他神魂深处, 一缕清金神艳闪烁, 玄疾消失无踪。 三处阵法缝隙, 你小子不会蒙的吧? 银成也很吃惊, 他有些不相信, 对于这少年在阵法方面的洞察力, 他是最清楚不过的。 这样级别的杀阵, 若是在此前, 秦末能否找到阵法缝隙都说不定, 现在一下子指出三处。 这个, 秦末无言, 被狐狸这么一质疑, 他也有些不确信了。 不过, 银成立刻着手推演, 片刻后, 他露出金融, 三个位置真的有阵法缝隙。 该死的地脉震到尸体值, 李小泽的这种资质能不能换给本胡大人? 银成咬牙泻齿, 很嫉妒, 当然这不可能, 换给你, 你拿什么来换? 秦末撇嘴, 本胡大人赐你妖狐之身, 收你喂狐宠。 狐狸摇着八条半的尾巴, 王手说道, 滚, 半个时辰后, 秦末等终于摸索出一条道路, 小心翼翼前进了百丈, 前方的石屋已是遥遥在望。 虽是指前进了百丈的距离, 秦末等已是欣喜不已, 银成则最是高兴, 他摸索出一些杀战的正文傲义。 继续寻找杀战缝隙, 银成催促, 没有杀战缝隙了, 毫无破绽, 秦末苦笑, 前进百丈距离, 他感到这座杀战再无破绽, 太完美了, 除非拥有杀战的阵途, 否则想要走进去难如登天。 其余同伴脸色一黑, 张了张嘴, 却是说不出话来, 时事太不甘愿了。 那石屋就在不远处, 仅有数百丈的距离而已, 时桌上的金氏宝物就能得手, 就这样停滞在这里了吗? 突然, 岛屿周围的烟霞浓密起来, 四周的空间骤变, 恐怖如山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涌至, 扑扑扑, 胡三爷等纷纷吐血, 不能承受这种可怕的压力, 纷纷受伤吐血。 糟糕, 岛上的烟霞静止恢复了, 胡三爷惨叫, 很惊恐, 这种可怕压力, 正是之前那几名强者所遭遇的, 且压力恐怕更强, 因为他们深入了百丈, 承受的杀震威力必定要强上许多。 咔擦咔擦, 胡三爷等的骨骼劈啪作响, 一瞬间, 就被恐怖的压力碾碎了十多根骨头。 秦末高矮则的情况则要好些, 他们的身躯无比强壮, 勉强能够支撑, 但是, 也是蹊跷渗出血液。 翁, 体内传出一声剑鸣, 一道剑光炸线, 从秦末体内展出, 将沉重的空间展开, 生生切开一个口子。 这是, 开天见魂的自动护煮麻, 秦末惊恶, 同时也狂喜, 然而, 沉重空间被切开后, 立刻又合拢, 一股恐怖的波动传来, 比之刚才强盛百倍。 秦末等脸色奏变, 皆是感到绝望, 此时才真正明白, 这座沙阵有多么恐怖, 布阵的强者在阵倒造翼上, 只怕比一名风指高不低。 完蛋啦, 本大也好不甘, 不能杀回去, 报仇血恨, 高矮子怒吼不已, 正在这时, 一道光炸线, 从岛屿另一侧掠起, 直斩过来, 使得秦末等脸色苍白, 这正是斩杀之前那些强者的剑光, 这一次看来是再劫难逃了。 冰, 沉重空间被展开, 那道剑光一闪而眉, 便是消失不见, 却有一丝纯净的意念残留, 告知秦末, 从石屋逗留后, 到骨藤那边一行。 四周, 沉重恐怖的压力消失, 前方的道路也清晰起来, 直通向石屋那边。 秦末等目瞪口呆, 实事不明所以, 之后才猜测, 硬是开天见魂的触动, 使得骨藤出手相救。 这条骨藤果然通灵了, 不过, 却不算是灵之已开, 只是一种植物本能的反应。 胡三爷如此说道, 也是松了口气, 这条骨藤与青龙神术很相似, 近乎通灵, 却未曾拥有真正的智慧。 传说, 唯有这种混沌通灵的状态, 这种植物才能与世长存。 若是真正通灵, 即便寿命悠长, 也有耗尽的那一天。 林承书起这样一个传说, 随即, 这一行同伴没有停留, 小心翼翼地靠近石屋, 很快就抵达了那里。 石屋前, 几株绿草悠悠, 使桌上一个棋盘, 两个茶碗, 一个小木锤。 一切都很寂静, 似是主人才离去不久, 心草如灼, 岁月无痕。 这小木锤是本大爷的, 高矮子已是窜过去, 抬手就抓过去, 他对这小木锤很渴望, 觉得是最适合他的武器。 然而, 伸手抓锤, 虽是没有出现意外, 但是, 高矮子使静力气, 竟是怎么也提不起小木锤, 竟是比一座铁山还要沉重。 这小木锤太邪门了, 高矮子满头大寒, 难以置信, 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他出身荒龙族, 其体魄之家更是族中之冠, 竟连这样一个小木锤也拿不起来, 李这个挫子, 太废了, 懂不懂得用巧劲, 银城尾巴一甩, 卷向小木锤, 实则是想贪磨, 却是一样的结果, 任凭他如何使劲, 那小木锤也拿不起来。 见鬼了, 挫子, 狐狸瞠目, 并不觉得这小木锤有多沉重, 为何就是拿不起来? 第一四三八章茶碗和茶碗, 通龙, 秦末, 银城, 高矮子和利, 使尽所有利器搬运小木锤, 却是传来一声沉重的响声, 如同是大地深处传来的回响, 震得它们倒飞出去, 真的搬不动, 这锤子到底是什么做的, 这么沉重, 本大爷不相信, 荒龙之体力大无穷, 连山都能掀起来, 怎么会搬不动一个小木锤? 一人一胡一挫子很震惊, 他们河里的力量之大, 足以将一座山岳先飞, 却连小木锤一丝都抬不起来, 胡三爷则是凑近,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观察, 终于在小木锤的底部看到两个字, 阵地, 阵地锤麻, 秦末等发浪, 这名字倒是名副其实, 且无比霸气, 这木锤的重量真的足以阵地, 终于, 秦末等放弃了小木锤, 转而去拿棋盘, 茶碗, 却也是一样, 根本抬不起来, 不过, 倒是能稍稍撼动, 小老人明白了, 胡三爷恍然, 明雾过来, 这座岛屿由阵地锤镇压, 一切的事物都无比沉重, 且又有沙阵笼罩, 与小木锤相联系, 想要从这里取走宝物, 根本是难如登天, 一切的缘由, 接在阵地锤上, 若能取走小木锤, 估计棋盘, 茶碗都能取走, 本湖大人不甘心, 狐狸嚷嚷着, 入宝岛怎能空手而归, 于是, 秦末等四处搜寻, 发觉真是如此, 岛上的危险静置虽然不会触动, 但是, 一草一木都是无比沉重, 便是石屋的门也推不开, 太重了, 返回石屋前, 却是看到胡三爷在十周前, 使劲擦着茶碗, 不知是在干什么, 走近一桥, 几个同伴脸一黑, 看到胡三爷在拼着老劲, 搓着茶碗的一点茶垢, 揉成一颗茶丸子, 喂, 你这老头干什么, 凌晨黑着脸, 觉得这老家伙这样做太恶心了, 这可是茶垢, 然而, 那颗茶丸子成形, 却是污量污量, 透着浓郁无比的气息, 散发着神丹的香味, 这里的主人以前喝的什么茶, 神药炼成的神茶麻, 情莫高矮死发呆, 随即立刻行动, 在两只茶碗中死命揉搓, 搓出一颗颗茶丸子, 银成则是一脸嫌弃, 不愿加入, 他有洁癖, 自是不愿食钱人的茶垢, 古山西也没有加入, 因为古幽大陆上的神药, 对于他的种族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狐三也舔了舔茶丸子, 眯住眼睛, 露出美美的笑容, 了不得啊, 这里的主人以前喝的是圣茶啊, 这丹药中有一丝圣性的效力, 一丝圣丹的效力, 银成咬牙切齿, 他对宝物一向痴狂, 何况是圣丹, 但是, 吞食这样的茶垢, 时时让他无法忍受, 这种煎熬让他很难受, 带到狐狸反应过来, 两只茶碗的茶垢都被搓完了, 狐三爷高矮子, 行墨各自剩了小小一瓶的茶丸子, 像是一笑, 觉得不需此行, 本狐大人受不了了, 狐狸开始不平衡, 其他三个同伴都算是有大收获, 为何独独他一无所获? 妖狐阁下, 你这样是不行的, 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寻宝者啊? 狐三爷这般说着, 以寻宝界前辈的身份教育银成, 透着呲牙咧嘴, 却是说不出话来, 他的洁癖确实是一个硬伤, 最终, 银成还是没有搓茶垢, 他无法违背自己的洁癖这样做, 却是在棋盘上东翘西翘, 竟是让他抠出一粒棋子, 这东西不错, 归本狐大人了, 银成呲牙微笑, 算是满意了, 这粒黑色棋子看起来很普通, 如同普通的石头制成, 但是, 却是很沉重, 如一块巨岩般的重量, 且入手炙热, 因为你身上的青燕流离圣火嘛, 秦末这般揣测, 随即, 这一行人又绕了好几圈, 确认没有能够拿走的东西后, 只能信心地离开, 前往岛屿另一侧, 在这里的收获可谓是丰厚, 但是, 相比石屋周围的西式之宝, 秦末一行的所得都算不了什么, 希望神藤能够给本狐大人一根小小的藤条, 银成这般嘀咕, 抱着这样的幻想, 然而, 在那条谷藤附近, 方圆百丈之内, 一行人就无法前进了, 这片区域笼罩一片剑木, 无数剑芒交织, 与外界彻底隔绝, 这是一株剑藤, 胡三也倒吸一口凉气, 离得如此静, 他认出了这条谷藤的来历, 与其说是一条谷藤, 不如说是一棵藤树, 古老的藤参很粗壮, 比这一棵老树的树干还要粗大, 藤参很光滑, 流转着渐气, 喷薄如云, 无比可怕, 那藤树上, 挂着一个金色小葫芦, 近看比预想的环要小, 只有半个巴掌大小, 小葫芦摇晃之间, 传出阵阵剑鸣声, 葫芦口跳动着一道剑光, 正是这道剑光, 之前斩杀了两支队伍的强者, 也展开了困住秦末等的沉重空间, 胡三也无比激动, 告知一行同伴关于剑藤的来历, 这是在中古时代就绝种的西式神物, 关于剑藤, 在中古时代就有种种的传说, 据说拥有这种神藤的剑手, 哪怕是资质频繁, 也能够凝成剑魂, 皆因这种神藤之功, 在中古时代, 一粒剑藤的种子, 哪怕没有培育出来, 都是西式之宝, 称得上是一族之宝, 而眼前这条古藤, 也不知生长了多少岁月, 至少是中古时代的一株剑藤, 存活至今, 还诞生了本源灵性, 其价值已经无法估量, 呀得, 这样的金式宝物, 这株剑藤前辈不会将金色小葫芦 直接给你小子吧, 银承斜眼看着秦末, 很是嫉妒, 他身为妖族, 认为万物有灵, 这株剑藤既是诞生本源灵性, 就不能当成一株植物看待, 自是称其为前辈, 离这狐狸, 少说几句, 秦末瞪眼, 这狐狸分明是故意的, 见不得他的到好处, 丁, 古藤微微摇晃, 传出一道意念, 呼唤秦末进去, 秦末没有迟疑, 静止走进剑木中, 他并不担心古老剑藤在匡骗他进去, 而是本能感觉到这株古老神藤的善意, 自从在三天狱中, 其开天剑魂开始显现后, 秦末的直觉越来越敏锐, 他愿意相信自己的灵觉, 后面, 胡三爷等同伴有些担心, 却也只能看着秦末走进去, 叮叮叮, 这层剑木没有任何阻拦, 秦末就走了进去, 四周无数剑芒肆虐, 却是绕过他的身躯, 并没有伤害他, 这种剑欲根本无解, 秦末很震惊, 本以为这朱剑藤区域, 只是笼罩一层剑木, 进来之后, 才发觉这根本是剑芒汇聚的空间, 那锋锐无比的剑气足以斩杀无主, 不过, 秦末却觉得很亲切, 尤其是体内的开天剑魂, 更是如同回到了家一样, 传说是真的, 剑藤真的能助剑手凝成剑魂, 秦末一瞬间明悟, 震惊这种剑藤的神奇, 这种神物太逆天了, 你来了, 开天剑魂的剑手, 远古以来, 第二个开天剑魂, 一段段意念传来, 传递着一个令人震撼的秘密, 秦末惊恶莫名, 远古以来, 只出现过一位开天剑魂的剑手, 极道剑魂这么稀少吗, 是仅限于古幽大陆, 还是说, 六道之地其有一位开天剑魂的剑手, 秦末忍不住询问, 极道剑魂并不稀少, 每一纪元, 六道之地, 古幽大陆至少有一名极道剑魂的拥有者, 但开天剑魂例外, 剑藤传递的秘密太庞大, 听得秦末脑袋发胀, 一时转不过来, 第一四三九章古老剑藤, 远古以来, 拥有开天剑魂的剑客只有一位, 秦末无比震惊, 难以置信, 他竟是第二位开天剑魂的拥有者, 这与传闻中的不符, 银成, 胡三爷等都说过, 古往今来, 似有数为开天剑魂的剑客诞生, 曾经在其他六道之地创下今世的战绩, 那是远古时那未存在的剑魂, 是留下来镇杀六道之域的无上杀器, 并非是活物, 古老剑藤这般回应, 并告知秦末, 远古时的那未存在来历无比神秘, 谁也未曾见过其真面目, 也不曾窥及成长的轨迹, 那未存在刚一出世, 便震动六道之地, 以一把木剑挑战六道之域的无数强者, 拜进万族强者, 之后消失无踪, 而这未存在消失前, 致出了醋具见魂, 其实力也是无比可怕, 足以震折六道之地, 才有开天剑魂的传输流出, 被列为极道剑魂第一, 这位前辈未免太恐怖了, 秦末头皮发麻, 这个秘密太惊人了, 若是传出去, 他的处境会无比危险, 比斗战圣体曝光更严重, 古幽大陆, 并不属于六道轮回麻, 秦末又问, 古老剑藤的意念中, 古幽大陆与六道之地分明不是一起, 这让秦末很疑惑, 他一直以为古幽大陆就是六道轮回中的人族地界, 不是一界之地, 六道轮回亘古长存, 古幽大陆的远古则有史可查, 这个秘密太惊人, 震得秦末说不出话来, 完全颠覆了他曾经的认知, 随即, 古老剑藤不再谈及过往, 他终究非灵至大开的生物, 依然是一根古藤, 对于曾经发生的事情并不太清楚, 你的开天剑藤已经凝成, 细缺少足够的力量点亮, 需要这枚剑葫芦来酝养剑藤, 才有完全凝成的那一天, 古老剑藤告知秦末, 他这一类神藤天生就有一种本能, 要酝养出时间最强大的剑藤, 所以, 对于能够凝成剑藤的剑手都很有善, 而秦末体内的开天剑藤, 则是剑藤最想要酝养的一种剑藤, 这虽是列入极道剑藤之手, 实则并非是极道剑藤, 所以, 在一个时代, 开天剑藤能与其他极道剑藤并存, 原来如此, 秦末心中释然, 这是他一直疑惑的问题, 为何他的开天剑藤, 能与萧雪辰的星级剑藤同存于仪式, 拿去吧, 这只剑葫芦蕴养开天剑藤, 会成为将来最强大的剑戏, 古藤晃动, 那只金色小葫芦晃了晃, 自动脱落下来, 悬浮于秦末面前, 逼溜溜转动, 喷吐如霞的剑气, 注入秦末体内的剑魂之中, 顿时, 小葫芦和剑魂之间, 一种奇妙的联系自动形成, 搜, 金色小葫芦一闪, 已是钻入秦末体内, 消失不见, 这时, 秦末很吃惊, 这只剑葫芦时是神奇, 竟是一下子钻入丹田部位, 虎口不断喷勃剑侠, 蕴养心脏部位的剑魂, 不远处, 银城等瞧见这一幕, 眼珠子都瞪圆了, 这也太简单了, 那只西式宝葫芦就这么落了下来, 钻入秦末体内不见, 呀得, 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点吧, 狐狸哀嚎不已, 他很憋屈, 明明他也是精彩绝艳, 为何只能得到一枚黑色小棋子, 狐三爷高艾茨等也是无比眼热, 那金色小葫芦单是射出的剑气, 都能轻易斩杀五尊级强者, 这是何等的威力, 仅凭这一点就是举世难寻的大杀气, 事实上, 秦末也是这样想的, 他询问古老剑藤该如何催发剑葫芦的威力, 那是我的力量, 依靠剑葫芦发出, 葫芦本身并不拥有这样的力量, 它很弱小, 至多能击杀天境强者, 老藤的回答让人意外, 他告知秦末, 若想见葫芦拥有那样的威力, 必须等到开天剑魂凝成, 葫芦蕴养成剑气的那一天, 其威力只会更强大, 剑气, 如何而成, 秦末有些失望, 却是并没有什么, 旋即询问剑气炼成之法, 然而, 老藤的回答则更让人意外, 剑气炼成之法在中古时代很多, 现在难道都失传了吗? 秦末无言, 中古时代有太多传承都断绝了, 想不到剑气炼成之法也在其中, 不过, 老剑腾拥有灵性, 自是记得许多剑气炼成之法, 一并以意念传给了秦末, 倒是不用担心, 只是, 这种剑气炼成之法需要的材料, 确实太罕见了, 许多听都没听过, 让秦末感到剑气想要彻底炼成,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开天剑魂是自古以来最强大的剑魂, 想要凝成哪里会那么简单, 就算是远古时的战体也难以与之争锋, 老剑腾这般评价, 秦末震动不已, 他不经揣测, 曾经完全地斗战圣体遇到开天剑魂的剑客, 是否能与之抗衡, 交代完这一切, 老剑腾催促秦末离开, 告知这座岛屿即将封闭, 再难现世, 这岛的主人离开时布下了静置, 我只能暂时打开, 失去剑葫芦后, 再难打开静置了, 老剑腾这般说道, 并且, 告诉秦末若是将来开天剑魂大城, 可以再来岛上, 取走岛主留下的宝物, 棋盘, 茶碗都堪比一族重器, 阵地锤更是大陆级神器, 老剑腾书起那些宝物的价值, 都是无比惊人, 听得秦末心脏乱跳, 这座岛的主人在离去时, 曾告知老剑腾, 若是一个纪元时间不回来, 食物的宝物就由老剑腾处理, 如今, 多少岁月过去, 岛主从未回来过, 当时爆发了恐怖的大战, 各大族的皇主级强者都卷入其中, 这座岛的主人身为皇主级巅峰强者, 自是也无法幸免, 看来是战死了, 老剑腾书起这段往事, 产生一丝缅怀, 那岛主陪伴他许久岁月, 却是这样逝去了, 说完这一切, 秦末便被弹出这片剑玉, 摸了摸丹田未至, 感受着那支剑葫芦无比浓烈的剑气, 时是有些无法相信, 这份金氏机缘如此就到手了, 当然, 若非秦末拥有开天剑魂, 进入岛上就不会是金氏机缘, 而是十死无生, 剑腾, 剑葫芦, 棋盘, 茶碗, 一族重器, 还有阵地垂师大陆级神器, 听着秦末的讲述, 胡三爷等口水都流出来了, 古山七虽不是古幽大陆的生灵, 也是眼神炙热, 毕竟, 凡是大陆级神器都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自然其威力也是举世无匹, 真的没办法带走那些西式之宝吗, 银城很不甘, 他只拿了一粒黑棋子而已, 下一刻, 却是有恐怖的力量涌动, 将秦末等全部排斥出去, 落到湖泊边缘, 那座岛屿周围, 再次笼罩一片烟霞, 比之前还要浓烈三分, 第一次四十张沼泽巨变, 距湖岛屿, 烟霞漫天, 如同一处仙境, 却是不满爵士凶险, 湖畔, 秦末等助力, 皆是沉默, 心中有着感叹, 这座岛屿封闭后, 当时恐是无人能够开启, 就算是无主心智, 也是毫无办法, 很可能被坑杀在里面, 皇主巅峰的层次, 到底有多么强大, 秦末喃喃自语, 也是在问身边的同伴, 九大鬼主的主人申允钱, 应该是皇主级的层次, 不过却未到巅峰, 就算是我所来的地方, 也不存在这样的强者, 古山西说道, 灰蹄孩童所来的地方, 可谓是强者伶俐, 他的主人就是皇主级的恐怖强者, 但是, 皇主巅峰的强者却无一味, 无主之上, 巨龙庞大气韵, 踏破无主之巅, 号称五中皇主, 这样的境界距离我们太遥远了, 银城探袭, 传说, 中古时代之后, 皇主级强者就不存于事, 在那个时代的末期, 据说爆发了恐怖大战, 所有皇主级强者都陨落在那一役中, 这座岛的主人参加的战斗, 难道就是中古时代末期的金氏大战? 高矮子狄估, 热血沸腾, 若是生在那个时代, 他也想加入那样的战斗, 秦末沉默, 他的感受比同伴们更强烈, 古老剑藤传递的意念中, 有着那个古老时代的一幅幅画面, 令他心神震动, 难以自惊, 走吧, 若是将来有一天, 我等真的踏破无主之境, 再来开启此岛吧。 一行人转身离去, 此行最大的目的是明日宝盒, 在老剑藤传递的记忆中, 秦末发现了一丝端倪。 通龙, 随着那座岛屿的彻底闭锁, 这片大则发生了巨变, 沼泽地不断扩大, 竟是开始蔓延向湖泊。 而湖泊中生存的可怕怪兽, 则开始腥风作浪, 将如汪洋般的沼泽全部逼退。 这样的动静太大, 引起了许多队伍的注意, 皆是惊异不定, 猜不透到底发生了什么。 沼泽深处, 则是如同一片汪洋, 却是充斥着灰色泥浆。 哗啦, 沼泽的下方, 不时传来巨大的声响, 有一头头巨物跃起, 有的是巨鱼, 有的是巨鳄, 还有巨蜥, 或是猝以万计的灰色飞蛇。 这些沼泽凶兽如同发狂了一样, 不断攻击一支支队伍, 四处都在爆发激烈的战斗。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一宝出世的前奏, 也可能是黑焰势力那边需要寻找的宝物? 很有可能, 这片沼泽的气息越发奇怪了, 充斥着阴冷的气息。 各支队伍的强者们议论纷纷, 都是在猜测, 也都在等待, 期盼着真有一宝出世。 唯有勤默一行之道原因, 这不是一宝要出世, 而是那座岛屿彻底的闭锁, 不能继续镇压这片大沼, 才会发生这样的巨变。 也可以说, 这是一宝要出世的征兆, 因为没有岛屿上的力量镇压, 潜藏在沼泽深处的一宝就要显现出端倪。 此时, 沼泽深处的许多地方, 已是有各方势力的队伍赶来, 到处探索, 想抢在其他势力前面, 发现一宝的准确位置。 人族, 妖族, 古兽皇族, 还有古族, 以及黑雁势力, 各个势力的队伍如同约好了一样, 一波接一波赶制。 怎么都来了, 秦末等有些无语, 也很是纳闷, 进入大幕的门户有午膳, 怎么整个大陆的势力队伍都来扯, 真的如同约好了一样。 还有一些神秘势力的队伍, 好像是影视的家族。 胡三爷看向一个方向, 远处, 一支队伍在那里, 这群人并不属于大陆已知的势力, 却是无比强大, 单是五尊级的强者就超过四位。 这群强者穿着软楷, 样式很古老, 周身弥漫着淡淡白光, 散发着极其强大的契机。 另一个方向, 还有一支队伍逗留, 也是无比强大, 其中修为最低的都是圣进后期的大高手, 身上的衣着都很古老。 大陆上的古老世家, 比运比天宗都要强盛。 银城眯着眼睛, 也很纳闷, 怎么会齐齐聚集到这里? 秦末则是眯着眼, 看向其他的地方, 他看到了一支队伍, 那些强者周身泛着淡淡金光, 气息很神圣, 且是无比浩荡。 这契机和眼宗师兄好相似, 难道与眼宗师兄同一族? 秦末有些惊异, 自从西城古灾结束后, 地眼宗就不知所踪, 秦末曾问及车宗主, 也是不知下落。 不过, 关于地眼宗的来历, 车宗主倒是知晓一些, 乃是宗门与曾经有救的一个家族的约定, 派来族人拜入千元宗, 算是延续一段情谊。 若是千元宗有难, 有地眼宗这个门人作为纽带, 那个家族也有借口出手相助。 那个家族很神秘, 车宗主也不知来历, 本以为只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家族,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嗯, 谁在窥探, 远处, 这支队伍的首领是一位黑发黑须的中年男子, 气机极其强大, 竟是感受到情末的注视, 转头看去, 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黑须男子有些吃惊, 也有些怒意, 他是何等修为, 乃是武尊后期的绝世强者, 竟然被窥探, 且看不清窥探者的真面目。 给本座显形, 黑须男子身上真刚之气涌动, 整个人笼罩金灰, 目光一闪, 如电射出。 这是一门圣极同济, 能够堪破虚妄, 即使是天极换阵也会被立刻识破。 然而, 如电眸光扫过, 却只看到一片剑光, 风锐而绚烂, 似得黑须男子眼眸生疼, 竟是差点流泪。 什么, 好可怕的剑意, 凝炼剑魂的爵士剑客, 黑须男子震动莫名, 他的圣极同济竟被这道剑光破去, 说明这名剑客凝炼的剑魂 至少是抄阶剑魂。 不过, 黑须男子更加愤怒, 他所在的家族和等高贵, 在古老时代都是尊贵的世家, 怎能容忍这样的挑衅? 本作就不幸了, 再次凝聚同济, 目光直射过去, 黑须男子却看到空荡荡的一片, 那的地方再没有一丝身影的存在。 可是, 以他五尊的六世玛, 却又分明能感应到, 那名爵士剑客并未离开, 还在那里。 这支队伍中, 还有修炼爵士幻术的强者。 黑须男子心中一阵, 目翼逐渐消退。 这时间到那里, 拥有强大力量的强者都会受到尊重, 一支队伍中有这样一名爵士剑客, 又有爵士幻术的强者, 自是应该受到相应的尊重。 黑须男子心中猜测, 这支队伍很可能与他一样, 来自一个古老的世家。 阁下, 是姓蒂玛, 一个声音响起, 听起来有些稚嫩, 像是一个少年的声音。 黑须男子一惊, 他可不认为传音者真是一个少年, 很可能是修炼特殊功法, 返老还童的老怪物。 不错, 阁下是谁? 黑须男子回应远处, 其末心绪浮动, 他已能确定, 这支队伍与眼宗师兄是同族, 并且, 那黑须男子的样貌与帝眼宗有几分相似, 很可能是直戏的血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